我們今天要來看這個學測的基礎物理 那各位有拿到這個先拿到三本講義 那你看第一本這個基礎物理一到三張 因為基礎物理就六張了 那你看一到三張這一本是不是比較薄對不對 那因為一到三張其實就包括了像這個原子的結構 那再來就力學 這個部分我想大家相對來講是比較輕鬆一點點 所以這個部分你回去先看 那我會先從後面的開始講起 就是四到六張這個就比較厚一點點 那最後面還有一個是探究與實作的這個 就是有關於實驗的一些問題 那第四張到第六張就是包括了電磁學 包括了光學包括了近代物理 這個相對來講這個考試相對來講也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們先從四到六講完 那四到六講完以後我們再回頭再來講這個一到三 那基礎物理就六張而已 另外一本就是歷屆學測物理試題 那我希望各位回去做做看 那基本上其實也不太多了 如果說這個裡面的題目的話 一年大概只有考17題 那過去大概差不多25年左右 所以這裡面題目加起來大概差不多 只有400題左右而已 那400題你一天做個10題 40天做完了剛好暑假就做完了對不對 所以開學以後呢 你就不用再念基礎物理了 我沒有那種本位主義說 每天就一定要念基礎物理 你就暑假把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基礎低科基礎生物解決一下 那你開學以後就可以專心去看 這個數學啦 這個其他科 那我順便告訴大家一下下 你回去呢 因為裡面題目已經放進去了 就是有關於111學測的問題 就是今年呢 這是第一次考這個108課綱第一次考學測了 那有些題目呢 難的當然就很難啦 對不對 簡單的當然很簡單 這個舉個例子 比如說 當然我覺得今年的題目呢 我覺得很奇怪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他為了要把這個所謂的 地科啦 這個物理啦 這個化學啦 這個生物啦 融合在一起 你看今年第一題 其實就有一點怪怪的 為什麼呢 這個他說 某一個颱風呢 在21到26號 行進了路徑預測圖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在過去考古題考過很多次 那颱風呢 可視為 你看這裡面就有一個白爛的地方 颱風呢 可視為固定質量的指點 颱風質量不會變喔 第一颱風又當指點 颱風指點那不就是等於是怎麼樣 等於是那個 這個 這個 不用考慮轉動嗎 對不對 那這個地球轉動 對颱風路徑的影響可忽略不計 所以呢 第一題就出現一個非常白爛的問題 有一個颱風 然後視為指點 那不考慮可視力 那叫颱風嗎 對不對 可是教授就這樣子 為了怎麼樣 為了素養而素養 他就假設說 有一個颱風 視為指點 不考慮可視力的情況下 那回答下列問題 所以這個題目 其實我覺得說句子要話 我覺得這題目出得很爛 出得很爛 那他現在告訴你說颱風 你看文字敘述很長 那颱風在這個路徑上 對不對 比如說 所受的核力是不是零 是不是等速度運動 其實他在考大家什麼 考大家有一點像是VT圖 VT圖 就是這個颱風呢 移動的這個路徑 到底呢 這個怎麼樣是加速 比如說這邊的話是加速 這邊是距離固定的話 就是等速 然後你說速度 平均時速多少 對不對 那所受的力是不是零 所以等於他把它有點像理想化了 全部都理想化了 就是好像它是一個地科的問題 可是又把它當指點 又把它當做不考慮可視力 好 那這個前面的題目 都是比較簡單的 那再來說 地球呢 跟火星 平均半徑的比呢 是幾比幾 對不對 質量的比呢 是幾比幾 問你說 某一個物體 在火星表面所受的重力 是地球表面所受重力的幾倍 那這不就是高二呢 上學期最後面 在講牛頓萬元力嗎 R平方分之巨MM嗎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教授又耍了一個小劍招 你知道對不對 所以你要認識你的敵人 來 他說地球火星半徑比幾比幾 對不對 那再來呢 他又說質量比幾比幾 各位前面的半徑質量 都是地球比火星 可是最後教授耍了一個小劍招 火星比地球 這個物體在火星表面的重力 是地球的多少 欸 糟糕 你會血顛倒 前面都是地球火星 地球火星 最後來一個火星比地球 哇 你看 是不是好像韓國隊打籃球一樣 會摸你的小雞雞你知道嗎 就耍一些小動作 教授是不是很健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先做一下這個題目 那當然接下來呢 這第四題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這個算是基本題 自然界是不是有四種基本交互作用 四種力吧 強力弱力電磁力重力 他說哪幾種力呢 對日常天氣現象影響最為明顯 陰選兩項 那這個題目呢 不用特別考慮 答案一定是電磁力跟重力 為什麼呢 老師為什麼不能寫強力弱力 不對 因為強力弱力是微觀世界的重力 聚觀世界的重力 一定是選電磁力跟重力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題目呢 有些題目呢 算是很基本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能夠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 老師題目這麼靈活怎麼辦 你只能夠個個擊破 所以你還是要把歷屆 學測物理事體裡面的題目把它做完 那昨天高三進度班 這個我有講 那基本上考試的題目呢 學測考的題目 就有點拉哩拉扎的啦 就各種怪怪的題目都考 氣體動力論也考 那像我們昨天在波動裡面 講到什麼偏正也考 電磁波也考 什麼都考 你知道嗎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夠地毯式的這個做一次 那當然如果沒有上高三進度的同學 我還是希望你呢 能夠上這個高三進度了 因為這個基礎物理其實就是高二高三的濃縮版 來同學那我們來看一下下 這個第四章的部分 而且我跟你講你基礎物理考完了 等到這個就算這個學測 這個一階過了 你到時候二階很多學校還是要考比試 二階要考比試 而且比試考的東西就更複雜了 工學院的話 就有可能會考後面的近代物理電磁學 你到時候臨時再準備可能也來不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四到六張這一本 就比較厚的這一本 我們先把四到六張解決以後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到三張 那你看一下108課剛寫的 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要講這個所謂的電磁學 那電磁學呢 我們理論上要分做四個主題 在我們進度的地方也分四個主題 靜電動電電磁磁磁磁磁電 那它的靜電跟靜磁呢 要擺在第二張 就是講基本中力 基本中力裡面包括了我們剛剛講的 庫倫力這個電磁力磁力萬元力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第四張叫電與磁的統一 就是要考第一個叫電升磁 就電流的磁效應電升磁 另外叫磁升電 這個磁場變化產生電 再來就是把電磁波合併在一起 那再來就是光與電磁波 也就是以前呢它分九張 它是把電磁學光學拆開 那因為它現在講說光是電磁波的一種 所以把它合併在什麼 合併在後半段 那我告訴你本來考試 電磁學考的就是多數了 那比如說 這你在看這個學測考題 第五題在考你說動人 再來第六題 哇晶片卡 這裡面呢就告訴你說 悠歐卡呢 電流的磁效應對不對 法拉第定律 就要考你這個電升磁磁升電 所以這個電磁學本來就是重點 所以我說 永遠考試不要最猛 我跟你講很多補習班都是這樣 很多補習班老師這樣 最猛都是自由落體牽著上拋 平拋斜拋講老半天 不會考啊 你在講講什麼呢 對不對 那很多老師花了很多時間 教你自由落體牽著上拋 那個都不會考 考試的重點 其實都是在後半段 來 那我們就翻過來呢 來 這裡我們來看四字零 電路學快速複習 那有些東西呢 那我先告訴你 因為108課綱叫12年國教 所以國中呢 講過的東西 高中當作基本常識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像福利 福利壓力 這個電阻的串併連 這些國中都講過了 這個叫基本常識 而且就算他考社光三元社 他考分貝 這也都是國中基本常識 那有些東西我們會講 有些東西呢 就算國中常識了 來這裡呢 我快速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裡有四個物理量 電路學四個物理量 叫電壓電流電阻電功率 這四個物理量都不一樣 來第一個什麼叫電流呢 顧名思義電荷的流動 對不對 那單位叫什麼安培 那你有空的話 可以先看第一張 第一張會講到SI字 國際標準單位 第二個叫電壓 電壓就像水壓一樣 驅使電荷流動能力 水壓氣壓 國中的時候 就把它比喻成水壓氣壓 再來就是電阻呢 就是電荷移動的難易度 再來就是電功率 我說只要看到 綠這個字一定是時間 功率就是單位時間 產生或消耗的能量 電功率就特別專職講電能 那電能的話 它的單位叫什麼呢 叫瓦特 那我們後面也講到 電路學四個物理量 由這個所謂的歐姆定律 交流定律把它合併 來我們四個物理量 快速來解決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電流 電流顧名思義 就是電荷的流動 來同學 那我們用I表示 我們用大寫的I表示 那但是呢這裡面 因為電荷有正負 所以我們又分正電荷流動 負電荷流動 來同學那紅筆拿起來一下 電流呢我們規定為正電荷流動 來你把正圈起來 那電流是正電荷流動 那負電荷的流動 就是電子的流動 就叫電子流 來底下畫起來 電流跟電子流反方向 好各位如果說有一個導線 正的往右 那負的呢就是往左 電流跟電子流 基本上反方向 好這算一個小小的嘗試 來不過底下第三個定義要畫起來一下下 當位時間通過某一個結面的電量 來電流的定義一定要記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一件事情 這個高中物理裡面 定義呢比觀念更重要 好電流的定義呢 就是每當位時間通過某一個結面的電量 這個我們叫電流 來同學 所以呢我們這樣說 電流是不是叫1安培 那1安培其實就是一秒鐘通過一庫輪的電量 一秒鐘一庫輪的電量 這個我們叫1安培 來這個算小小嘗試 來同學接下來你說老師 這個電流牽涉到兩件事 第一個呢就是電量 第二個時間 所以它除了電量以外還有移動的快慢 但是呢這裡有個小問題 來單位時間通過某一結面的電量 某一你把它圈起來一下下 老師那某一是哪一啊 某一是哪一啊 來同學那假設呢這邊接一個電池 那我現在來考大家一下下 來這個呢我們叫A結面 這個呢我們叫B結面 這個呢我們叫C結面 來同學ABC哪一個結面電流比較大 哪個結面電流比較大 答案是一樣大 來十個正的過去 啊就十個正的過去 十個正的過去 所以哪個結面電流比較大 答案是一樣大 所以某一你把它寫一下下 答案呢就是什麼 就是任一 某一哪一啊 答案是任一 每個結面電流都一樣大 所以你問我說老師哪個結面電流比較大 我們電流要看哪個結面 答案每個結面都一樣大 這就是一個基本概念叫做 處處處處處相等 我們再看四到六張 四到六張那一本第二頁 來同學 答案叫做電流怎麼樣 電流處處相等 電流處處相等 來這個是基本常識 這其實有點像物質不滅了 那這個電子十個過去嗎 就我常講呢 十個小朋友上廁所就是出來十個啊 那十個小朋友上廁所不會出來五個 那一定是十個小朋友過去 十個小朋友出來 來同學 那標準單位就是安培 那這裡呢第一張回去呢 你先快速看一下下 來記不記得SI字 就是國際標準單位嘛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要跟國際接軌 來國際標準單位有七個 基本單位有七個 哪七個呢 公尺公斤秒 這大家都寫得出來 好再來呢 就是電流叫安培 物質的數量叫做墨爾 溫度凱斯溫標 來還有一個大家都寫不出來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光強度叫做燭光CD 這有點像蠟燭 Candle這個字呢 它的這個來源 那我先告訴你 基礎物理我說過 考得拉哩拉扎 課本呢 以前舊教材呢 有講燭光 那108課綱把燭光刪掉了 那考試會不會考 會 考試呢 他就把它當 只要課本沒有講 嘗試嗎 素養題啊 是不是 反正教授就是這樣 素養就是遮羞布 反正只要超出範圍 他就通通都要素養題 來同學 那安培就是我剛剛講 一秒一庫輪 叫一安培 小小的嘗試 但是呢 我先告訴你 安培呢 其實太大了 一安培流過人 人就燒掉了 這裡要有一個基本概念 一安培其實很大 所以我們常用的是叫 豪安培 或者叫做 微安培 10的負3 或10的負6 那後面第一章呢 我們再來看 有興趣你回去先看看 前面這個東西就叫做 自首修飾制 那後面這個東西叫單位 它是由這兩個東西所組成 比如說最近很熱門的嘛 對不對 考試有可能會考 奈米製程 甚至現在怎麼樣呢 現在講的叫做 埃米製程 埃米製程 Intel把奈米呢 再把它往下改叫埃米 這個就是10的負9 10的負9 安培 對不對 10的負9公尺 叫奈米 這個是10的負10次方 這些東西都算基本常識 所以我說基礎物理 它考的範圍非常的大 那這裡第一章呢 你可以在旁邊先補充一下下 那我們在2019年5月20號 各位有些東西會一直改 你知道對不對 改來改去改去改來 好來同學 2019年5月20號 重新定義 一個基本電荷 叫做 1.602 176 634 乘上10的負19次方 庫倫 來同學 這個呢 EC叫做Elementary Charge 就叫基本電荷 來同學 我就遇到一個這個假學烈老師 他說叫電子庫倫 我就扒下去 沒有好好讀出什麼叫電子庫倫 這個就是所謂一個基本電荷 來小時候記不記得 我說過 這個基礎物理考的洛莉巴說的 來這個小時候我們學過 誰發現電子 這個在前面呢 第二章的時候 這科學史 湯木森因極射線管 發現電子 來誰量出電子電量 這個物理化學的交界 米利坎尤滴實驗 測量出電子電量 所以一個電子電量 就是一個基本電量的電量 叫1.602176634 乘以10的負19次方庫倫 老師 這要寫近視嗎 不對 我說2019年5月20號 重新exactly 就定義一個電子電量 就是這樣子 用這樣去定義庫倫 就是一個電子 直接就是沒有小 沒有後面的這什麼點點點 就是1.602176634 乘以10的負19次方 利用這個東西來定義庫倫 那有了庫倫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有辦法來定義安培 這樣要有意思嗎 那2019年就已經把它改了 就是新的標準已經把它改了 來底下第五個歷史的錯誤 來這個呢 你就簡單看看就可以了 最早呢 我們認為電荷有正負 正負都會流動 結果有一個科學家 叫霍爾 他證明在金屬中流動的是電子 哇糟糕了 那怎麼辦 好各位 我們以前認為正負都會動 古代的科學家 這裡我告訴你 電磁學是古典物理 不是近代物理 那古典物理認為說 正負都會動 結果搞到最後發現 哇糟糕 其實直子不會動 但是各位呢 我跟你講 有些老師就會比較矯枉過正 其實錯了 正電會不會動 會 各位因為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 比如說氯化鈉水溶液 NA症CO負 這個鈉離子會不會動 會 所以其實呢 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金屬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廣義的電學 來同學 這就像國小基本常識 國小就告訴你說 金屬都是導體對不對 所有的金屬都是導體對不對 對 所有的導體都是金屬對不對 錯 像石墨是導體 可是它是非金屬 各位我現在告訴你 書跑是導體 它也不是金屬 而且你也是導體 各位如果你不是導體的話 你怎麼會觸電對不對 所以人是金屬 你是鋼鐵人嗎 也不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廣義的電學 來同學 這裡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可以把它寫在旁邊 電流其實要同時考慮正負離子的流動 正離子不是不會動 各位金屬中直子不會動 可是事實上導體不是只有金屬而已 氯化鈉水容易電解子容易 正離子也會動 陽離子也會動 那比如說像我們講的大氣層電漿 電漿裡面也有正離子的流動 所以不是說正電荷絕對不會動 只是在金屬中直子不會動 那所以呢沒關係 反正正的往右就是負的往左 負的往左就是正的往右 這個正負呢它其實只是相對的 這個沒有關係 來底下第六個流動方向來打個小猩猩 來這裡面呢你們都會有一些固定常犯的錯誤 有些人覺得基礎物理很簡單 可是問你還是會錯啊對不對 該錯的錯啊 來同學電流由哪裡到哪裡 老虛我知道正到負啊 把他去錯不對 老師電流不是正到負嗎錯不對 來圈起來要分內電路外電路 外電路正到負內電路負到正 各位要分正負喔 來很多人每次都說老虛電流不是由正到負嗎 我就會說誰教你的 不是我啊 外面正到負裡面負到正 而且我告訴你 這理論上還要分充電放電 這跟什麼很像你知道嗎 各位有時候大家呢 重點是抓到了 可是細節沒有注意到 來磁力線從哪裡到哪裡 老虛我知道N到S錯 外面N到S裡面S到N 各位磁力線是封閉的 外面N到S裡面S到N 電流正到負不對 外面正到負裡面負到正 來同學接下來呢 第七個這電流的分類 這算基本常識了 那大家常聽到直流電交流電 那我們後面講到這個都市供電系統 就會講到為什麼需要用到這個所謂的交流電 那直流電當然我們就叫DC 交流電呢我們叫AC DC就是Direct Current AC叫Alternative 來這個字認識一下 ALTER英文叫改變 你的鍵盤有一個ALT 就是按這個鍵再按其他鍵會改變它的功能 所以叫ALTER 這個字呢變成形容詞叫Alternative Alternative Alternative就是可交替的可替換的 比如說這電池可以換可替換的叫Alternative 那這個字你把它記一下下 這個字呢 為什麼 因為各位有沒有關心一下國大大事啊對不對 你意思老師 這國家大事幹我們畢視啊對不對 昨天不是只有安倍晉三倍暗殺 你知道對不對 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什麼 歐盟 俄烏戰爭啊 對不對 俄羅斯產石油產天然氣啊 對不對 結果呢 這個俄羅斯說幹媽的 我不要給你天然氣你知道 昨天歐盟做一個宣布 哇 挫賽了 糟糕了 顛覆大家的想法你知道 歐盟說核能是綠色能源 因為它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歐洲不是要發展綠能嗎 對不對 包括像2040年它就不可以賣燃油的車子了 全部要改電動車 昨天歐盟宣布核能是綠色能源 核能是綠色能源 你說 為了要補天然氣的真空你知道嗎 歐盟已經說了 我要發展重新要發展核能 核能是綠色能源 來同學 這就是大家最喜歡討論的 可替代性能源 可替代性能源 石油是不可替代性能源 對不對 可是像太陽能風力發電 這種叫可替代性能源 就是這個字 好 所以呢第一個物理量 電流決定了 來接下來電壓 那什麼叫電壓呢 就是電驅使電荷流動能力 這故事就要說來話長 這其實就要從什麼呢 就要從1800年開始說起 來各位1800年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乾隆皇帝隔壁的隔壹年 這個我們還在吸鴉片的時候 西方已經進入到電穴了 來義大利物理學家福達 最早發現心童接觸的時候 會產生電流 那做出了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人造電池 所以隔壁呢 心童上面畫一隻青蛙 這隻青蛙就是最早被電 電到的青蛙 那1800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 各位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所謂的電學或是電磁學 就是從1800年開始 那牛頓那個時候只有力學 牛頓那個時候有電話嗎 有發電機嗎 沒有 我們講的電學是從1800年開始 那我快速給大家看一下下 Discovery呢 它之前有一個專輯 就叫How we invented the world 有一個東西呢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就是賈伯斯發明的這個 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 好各位 可是呢 它就在講這個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這標題叫How we invented the world 就是我們怎麼樣發明這個世界 Cell phone 就是我們講的手機 那它這個故事就是從什麼呢 手機就是從這裡開始講 義大利物理學家 好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最早的心童電池 最早的心童電池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個電學 就是從1800年開始 所以你看西方的文明進步非常快 從1800年現在是2022年 各位你看這200年內 這個人類的文明突飛猛進 那2000年前是黑暗時代 對不對 瘟疫的話就是要燒死女巫 對不對 結果現在你看一年之內就有疫苗 你知道嗎 對不對 裝飲之間大家都要打三劑 打四劑疫苗 所以電學就是從這個輔打開始 來接下來電池 那我就速戰速決一下 電池它就是一個能夠把化學能 轉換成電流的裝置 但是來同學我這邊有幾個照片 那你有沒有看過12伏特電池 12伏特電池呢 好各位它其實是由123456 它是由6個小包包 這個是2伏特 2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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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你這樣加起來的話 這個是多少 12伏特 所以我先告訴你 電池呢 它基本上就是要做一件事 就跟你在電視上看到的照片一樣 它要把這個心銅拿來什麼 拿來串聯 拿來併聯 串聯的目的 是為了增加什麼樣 增加電壓 來各位 2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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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聯 12伏特 串聯目的增加電壓 可是你仔細看 它在2伏特裡面有這種片狀結構 這種片狀結構 所以我先告訴你 化學也會講電池 但是化學老師講的電池 跟物理老師講的電池 會不太一樣 那化學老師一定講錯 來各位 化學有時候你就會看到好像表面 對不對 這個是心 好 這個是銅 來各位 看起來很像是串聯 對不對 看起來是很像串聯 對不對 其實不完全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邊邊的地方 其實有把它黏在一起 這有把它黏在一起 好各位 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目的是 它其實有串聯 但是也有併聯 併聯的目的在什麼呢 增加它的最大電流 所以你看第一張照片 它是不是有三個這種所謂片狀結構 這個片狀結構的目的 其實在擴大它的接觸面積 擴大接觸面積 就是增加它的反應速率 所以電池其實就是把心跟銅 拿來串聯併聯 串聯的目的增加電壓併聯的目的 增加它的電流 那我這邊把一個9伏特的電池拆開 這個金頂9伏特 你看到是不是有6個包包 每個包包1.5伏特 1.5伏特乘以6的話就是9伏特 來接下來第二個電動式 這個字你會不會念 這個字念ε 那理想電池所能夠提供 單位鎮電的能量 這個我們叫電動式 那俗稱就是所謂電壓 就是這個電荷到底獲得多少能量 不過我先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目前沒有對電壓做一個 比較嚴格的定義 我們剛剛對電流做一個嚴格的定義 那基礎物理它是濃縮版 它是高二高山濃縮版 所以這個裡面有些概念 在基礎物理它會模糊處理 就是有一個叫電位 有一個叫電壓 那等到我們講到發電機 我再快速告訴你電壓跟電位的差別 那到時候我們在怎麼樣 我們在這個高山的進度裡面 電血的地方 我們會再仔細去介紹 什麼叫電位的定義 嚴格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目前有些東西我們只能暫時先模糊處理 基礎物理只能暫時先模糊處理 來電池的串並連 那電動式相同的電池並連 電動式不變 好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一個三伏特的電池 跟三伏特的電池並連 答案就是多少 三伏特 這是三伏特 三伏特 那就是三伏特 那串連的話 就要看你是同方向接還是反方接 反方向接 好如果是同方向接 比如說三伏特 三伏特 這樣加起來就是六伏特 那如果倒接的話 當然就是彼此會怎麼樣 抵消 抵消 好各位 但這裡面有個小問題 就是你說老師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三伏特三伏特並連嗎 對 那老師我把不同的電動式並連可不可以 不行 來同學 你說老師這裡五伏特三伏特可不可以 不行 你這樣會變矛盾 因為兩邊到底是相差五還是相差三呢 你是矛盾啊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 那我硬要這樣接呢 你硬要這樣接當然也是可以 可是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霸凌事件 五伏特會霸凌三伏特 它會對它充電 可是一般的電池不能充電 所以它表現出來就像一個電阻一樣 你這樣子接其實沒有用 你這樣子接只是在加快耗損五伏特的能量而已 所以這樣接是犯規的 這樣接是犯規的 你硬要這樣子接其實也沒有發揮到實際的作用 所以不同電動式的話不能夠彼此把它併連 好來同學 這是有關於第二個物理量 叫做電壓 那我們速戰速決一下下 來翻過來呢 再來就是電阻 那你們開學以後會考到一個東西叫北模 那我倒沒有很建議大家 就是北模的題目一直鑽牛角尖 因為北模就是會考一堆超出範圍的問題 那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你們以這個大好中心的題目為準 外面的參考書不要買 因為外面參考書都是把你們高二進度班的題目 拿來當作基礎物理 可是你知道你們學校斷考你也考過 是不是幾乎都是計算題 是不是都計算題 可是學測考了它不是計算題 它其實只是簡單的計算 但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向觀念性的問題 所以北模就會考出一堆超出範圍的問題 全部都考高高山的東西 所以北模考下去就很辛苦 那北模的題目出的也蠻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北模還考了一個題目 因為大家都會去買那種考古題 問題是有些爛題目你就一直做還是爛題目 他就說什麼 舊課綱的電阻 新課綱的電阻搬下去 電阻哪有分舊課綱新課綱的電阻 電阻的定義只有一個 那是初題目的老師沒有搞清楚 所以他把它分舊課綱的電阻定義 跟新課綱電阻定義 世界上就有一個電阻 就跟世界上就有一個中國一樣 對不對 那世界上就有一個電阻 那扒下去哪有什麼舊課綱的電阻 新課綱的電阻 電阻就是什麼呢 就是電荷在導體中流動的難易度 主要就是它會跟原子產生碰撞 各位這個碰撞不是說真的一定要撞到才叫碰撞 那假設這個電子過來 它遇到怎麼樣 遇到這個電子 遇到這個電子就是一股阻力 就是一股阻力 這一股阻力呢 所產生的就是電阻 來同學 那電阻的定義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要感謝誰呢 感謝德國物理學家歐姆 電阻的定義就是電壓除以電流 但這個題目呢 有玄機 後面我再告訴你 我們一步一步來 電阻的定義就是V除以I 但是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V除以I除出來不一定是一個常數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同學 那因為現在考試 考的題目呢 有時候我落力八說的 來同學 這是電壓 這是電流 如果畫出來是一直線 我先把它導過來好了 好 假設這是電壓 這是電流 如果畫出來是一直線 那我告訴你 讚 它就是電阻都是定值 它就是遵守歐姆定律 來同學你看 這裡的電壓除以這裡的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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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除出來都是一個常數 那簡單這樣說 就是數學講的 割線斜率等於切線斜率 割線斜率等於切線斜率 有點像它就是做等速度運動 這個有一點類似像這樣子好了 我這樣做個比喻各位就懂了 這個應該這樣說 這個是等加速度運動 這是等加速度運動 同學 但是有人規定它一定要等加速嗎 一定要等加速嗎 我可不可以是一個所謂的變加速度運動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同學我告訴你 以前舊教材就會講一個東西 二極體 二極體的圖就是這樣畫 這樣畫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它的電壓電流不是一直線 那我問你問你 這裡的電壓除以這裡的電流 是這裡的電阻 這裡的電壓除以這裡的電流 是這裡的電阻 這裡的電壓除以這裡的電流 是這裡的電阻 但是這個電阻 跟這個電阻 跟這個電阻會一樣嗎 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北模出題目老師他沒有搞清楚 電阻的定義只有一個 就是電壓除以電流 但除出來不一定是電阻 你知道嗎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用速度除以時間是加速度 加速度 速度變化除以時間 但除出來不一定是定值 不一定值 你看嘛 這裡的切線斜率 各位這裡的斜率跟這裡的斜率是不一樣 對不對 這裡的斜率是不是也不一樣 所以加速度是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斜率就是加速度啊 你懂的是嗎 對不對 所以以說這個圖來說 斜率就是電阻 或是斜率就是電阻的導數 但是斜率不一定是定值 不一定是 所以電阻的定義只有一個 所以我沒有很建議大家去做北模的題目 因為有時候外面參考書的題目 其實爛爛的 那到時候只是增加這個誤解而已 所以我常講一句話 誰出的題目就讓大好中心 就是大好中心 你就是以大好中心的題目為準就好了 來電阻的單位呢 就是誰呢 大家知道就是歐姆 那電子在導線中遇到這個阻礙 能量有可能會變發熱啦發光啦 就像燈泡啦電熱器啦 來再來電阻定律 那電阻跟什麼東西有關呢 沒有錯啊 電阻的定義是V3i 但是如果我們從本質上來看的話 電阻跟什麼東西有關呢 來同學很簡單 第一個一定跟材料特性有關嘛 好再來跟截面積有關 再來跟長度有關 來每件事一定有材料特性 那這裡面要小心 我說啊 你看這個我講好像覺得很簡單 因為很多說 老師秋本物理教的很簡單啊 問題是問你還是會錯啊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教授問你說 銅的電阻大還是鐵的電阻大 你怎麼回答 對不對 一問就知道你真懂還假懂 來銅的電阻大還是鐵的電阻大 好銅的電阻大還是鐵的電阻大 鐵嘛對不對 扒下去你看 你說說秋本文教人簡單 可是秋本文隨便問你都錯啊 對不對 錯再給你一次機會 不是鐵那就是猜什麼呢 銅嘛對不對 錯 答案是不能比較 為什麼 因為你又不曉得他的長度有多少 你又不曉得他的截面積有多少 所以插一個字就是不對 你不能問銅的電阻大還是鐵的電阻大 前两天刚好记者来教室里面访问一下 电阻跟截面积长度有关 铜跟铁要比电阻绿或叫电阻细数 所以教授你说铜的电阻大 铁的电阻大 你跟教授说 教授今天心疗虐到我 答案这个问题不能比较 因为铜的电阻铁的电阻跟截面积长度有关 要比材料特性应该要比电阻细数 或叫电阻绿 你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所以各位要小心 你们看起来好像基础物理很简单 可是所有该错的都会错光光 来同学所以Raw叫电阻率画起来 L叫长度 A叫导线截面积 来同学那金属导线 拉长为三倍电阻会变几倍 老师我知道答案三倍 来同学不对 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导线拉长三倍 它变细细长长的 各位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体积不会变 我先告诉大家一下下 英文字母只有26个严重不够用 这个V是电压 这个V是体积 PV的NRT的V 体积 体积不会变 你导线拉长为三倍 截面积变三分Z 长度三倍截面积变三分Z 所以电阻变几倍 各位你长度三倍截面积三分Z 翻上去变九倍 那很多人就会犯两个错误 第一老师我知道长度三倍电阻三倍 还有人说老师面积不是平方吗 各位它又不是半径 它不是半径 体积固定 长度三倍截面积三分Z 不用再平方了 很多人在把它平方一次 不对 所以长度拉长为三倍 电阻变九倍 这样聊就有意思吗 所以要小心 所有学生会犯错的地方 通通都会犯错 你们所有该错的地方都会犯错 这是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要小心 来同学 所以不要难过 来丘本帮你找出这个错误 你都说很简单 可是你还是全部都会错 来我们来看隔壁 接下来打铁趁热 第五个就是电功率 我们刚讲到绿这个字 一定跟时间有关 所以你读书有效果 有没有效率呢 对不对 那电功率呢 就是电呢 每秒钟产生的电能 或消耗的电能 来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基础物理它没有办法去 推导电功率的公式 因为它没有基础物理 没有讲到电位的严格定义 所以我们这里暂时 也是先漠无处理 国中记不记得 P等于多少 来功率叫什么 叫IV I平方R R分之微微方 好 所以四个物理量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功率 来这里面当国中基本常识 这个叫交耳定律 来同学 所以电功率呢 就是电压乘以电流 那也可以写I平方R分之微微方 这个部分我们暂时先模糊处理 那这里面四个物理量告个段落 来同学 四个物理量 我们一般电器不会标四个物理量 我们只会标两个物理量 哪两个就是电压跟电功率 那假设有一天你出国 你会发现全世界 不是我们这个小鬼岛而已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全世界呢 只有少数国家像我们用110伏特 像你去美国大陆呢 他们用220或240伏特 电压用的更高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你带去的电器不一定能用 那我们不会四个都标 来同学 我们只标电压跟电功率 所以电阻多少呢 这边 那如果你知道电压 知道电功率 知道怎么样 知道这个电压 所以电阻多少 电阻就是 V平方除以P 电流呢 就是V除以什么 V 电流呢 就是P除以I 那这个东西要不要背呢 这个我想不用特别背 你只要会这个式子 IVI平方R分之一方 那这两个我想就是 推得出来 这个不用特别背 那但是至少要知道说 它怎么样去计算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来接下来底下第三个 来打个小星星 这个我给你个建议 你直接把它背起来 因为考试有时候 我刚刚讲 这个有全世界能源问题 很严重 最近物价一直在上涨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常考 就是有关于一度电 什么叫一度电呢 度是什么单位 能量 度是能量的单位 一度电就是1000瓦 用一小时 叫千瓦小时 叫千瓦小时 瓦特是什么呢 每秒钟几交二 一小时多少 一小时3600秒 3600秒 所以你把它乘上去的话 答案是3600000交二 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考试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要讲究快速 那你不用担心 老师 有的补习班会发公式手册啊 像邱博文都直接发答案手册 把它背起来嘛 对不对 来一个天文单位多少 把他去 以五千万公里啊 你背公式我背答案啊 一度电多少 千瓦小时 把他去 360万交二 来以后呢 看到一度电 直接被答案 360万交二 这样比较快 千瓦小时 来各位 那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看到 有时候他会估议考单位这个问题 他会估议说 这个是几度电啊 就是把交二呢 再去除以360万 变度 所以一度电呢 叫360万交二 这个当基本常识 好 所以我们四个物理量 电压电流电阻电功率 就告个段落了 来我们翻过来 接下来再忍耐一下下 最后三个名词了 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多基本常识 对不对 电学呢 这个我说过 这是物理要考的东西 就是拉里拉渣的 来接下来叫短路 再来是断路 再来是接地 那什么叫短路呢 大家常常骂人家说 你脑筋是不是short多啊 那短路是什么呢 来短路呢 这个short 叫short cut 好 这叫走捷径的意思 来同学 话说电流过来 那人呢 也是一样有好逸勿劳 对不对 流过来 这里呢 漂亮哦 没有电阻 这里有电阻 各位如果现在两条路 你这样想 两条路 你电阻大 电阻小 对不对 假设这个电阻大 这个电阻小 那并连的话 一定是电阻大的电流小 电阻小的电流大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 这个不是电阻小的问题 而是它根本没有电阻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所有的电呢 都会走这一边 这个直接打叉叉 这叫短路 就是短路就是short cut short cut就走捷径 来教大家一个字 这个字呢 英文叫bypass bypass就是掠过 掠过 它不会经过这个电阻 它bypass就直接绕过去了 掠过去了 这叫短路 可是呢 左边的短路是比较OK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来 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是右边的短路 各位 如果说右边这个图啊 老师 一样啊 这里没有电阻 这里有电阻啊 对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 X包出现了 老师 这边没有电阻 这边有电阻 叉叉 所有的电流流过来 站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回路里面 并没有电阻的存在 那这样子的话 根据这个所谓的欧姆定律 电流是不是叫电压主义电阻 电压存在 电阻是零 电流变什么 变无限大 这样会烧掉 这个很危险 之前三星就是这样烧掉 来 那我们现场例子矿小实验 来 同学 那这里面呢 之前有一个巴仙气爆了 记者原来说 教老师 你可不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想没空 就派另外一个老师去 那记者就说 老师 这个玉米粉可以烧哦 我就跟他讲 万物皆可烧 金属可不可以烧 可以 来 你举一个金属可以燃烧的例子 大家这个讲了半天 就忘记金属 烟火啊 烟火不就在烧金属吗 对不对 那个铭也可以烧啊 美国人他在这个 度营的时候 都是直接拿铭棒去烧啊 对不对 好 那你说金属可以烧吗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电 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试一下好了 好 这个钢丝绒 但因为它有点细啊 试试看 这个有没有电 没电 看这个 这个要丢掉 有一点点 你有看到那个 有小火花 没有的话 还新的 可以烧 可以啊 这就是短路 你知道吗 可以烧 为什么不能烧 金属可不可以烧 可以 这就是短路 我们最怕 就是这种短路 整个会烧起来 干燥的空气 是电的不良刀体 所以 如果你直接接空气的话 这个相当于电阻多少 电阻无限大 各位电阻无限大的话 那电流就是多少 电流就是零 你带欧姆定律进去的话 电流就是零 好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断路 叫断路 来 最后一个叫接地 来 各位 这要小心 那为什么要接地呢 因为要接的东西太多了 那就接地吧 要改的缺点 要改的缺点太多了 那就改天吧 好 来 同学 接地呢 哇 那个符号跑上去了 接地我们就这样画 有时候会直接写 GND GND就是ground的意思 就是接地的意思 来同学 这里面有个小尝试 电学基本尝试 所以你看 这个物理里面尝试很多 来 第一个让大家猜猜看 地球电阻多少 来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非常的白烂 这个外面呢 很多种假学历 假榜单的补习班 那他们最喜欢说 啊学历又不代表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是目睹 20年之怪现状 因为我最近想要来 录那个YouTube 一个单位 就是老师也会 交错的物理 这个问题很白烂 我们等一下 在民意调查 你就知道了 地球电阻多少 零还是无限大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脚下那颗地球 电阻是零还是无限大 我现在告诉你 非常白烂 白烂到非常极点 这个问题 其实跟学生乱猜一样 一半的学生错 一半的学生对 那一半的学生错 一半的学生对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反正乱猜嘛 我现在告诉你 一半的老师会讲错 讨论他交流好不好 来第一个民意调查 地球电阻零还是无限大 非常白烂 对不对 妹妹你有上过 之前基础物理吗 没有 来你猜地球电阻零还是无限大 感觉嘛 脚底下那颗地球 电阻感觉就是 零 你觉得地球对你电阻大 你觉得零还是无限大 无限大 你看四个同学 两个零 两个无限大 是不是一比一 对不对 你觉得零的举手 你觉得无限大的举手 那我现在告诉你 回去呢 你问你们学校老师 好不好 那为什么猜零呢 为什么猜无限大呢 大家乱猜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你 白烂了 一半的老师答错 补习班老师学校老师都一样 而且他答对理由也不一定对 所以回去问你们老师 他答错了把他拖去阿鲁巴 地球电阻零还是无限大 非常好 答案是 零 那你零 我现在告诉你 很多物理老师都说 地球电子无限大 因为石头不会导电 错 来同学 那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讲无限大 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状况 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 我们先翻到后面 用电安全 来 我们先翻到后面的第34页 来 我先告诉你基本常识 来34页 用电安全 来 所以有时候读书难 就是难在一件事 你有办法融会贯通 来同学 那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插头宝宝 有没有像那个梦克呐喊 里面的人类 好 来同学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的插头基本上有三条线 国中其实有讲到这件事 哪三条线呢 来 比较长的这一条 叫做中信线 中信线 这个接地 比较短的这一条叫做火线 那圆形的这个呢 我们叫外壳接地线 好 现在有个小茶包 老师 中信线接地 对 外壳接地线也接地 对 老师他不是都接地吗 对 但是我跟讲 这两个作用不一样 来同学 话说 我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好 这个一个圈圈 加一个sign的符号 这是交流电 交流电 那这个呢 叫做中信线 这个叫中信线 这个叫火线 那我们通常会有个电器的外壳 外壳在接地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外壳接地线 第一件事 中信线火线一不一样 不一样 来 我问你问题 基本常识 开关要接在中信线 还是火线 开关要接哪里 保险是要接哪里 保险是要接在中信线火线 答案还是随便都可以 老师不是通路就好了吗 错 答案是中信线 等一下 这两斜点倒了 好 这个是火线 中信线 答案要接在火线 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 同学你看 假设我现在开关 是打开的状态 来 我先不要画这个外壳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外壳 好 如果你现在开关接在火线 你摸到它 这样会触电 不会 因为这样是断路 可是 如果你把开关 接在中信线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这里自然会形成一条通路 所以你这样会触电 所以开关要接在哪里 要接在火线 保险师要接在火线 这样才有办法避免人体触电 所以火线中信线不一样 那你说 老师 可是不对啊 那万一我接在火线 我去摸这里 不是也会触电吗 对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 这件事几乎不会发生 你在家 有没有关心过你们家的事情 通常台电 输入你们家的电 会有个 会有个电路开关 那个总开关 通常在你们家 进门的墙壁上 就是为了避免你去摸到这个源头 你回去看一下 你们家一进门 墙壁就有个电路的开关 老师我没有看到啊 不是 因为通常有时候会 为了美观 会用木头装潢 或是东西把它挡住 但是就在那边 好 来同学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火线 接下来呢 就是叫外壳接地线 那外壳接地线呢 你这样子去摸它 会不会触电 废话 当然是不会触电啊 没有漏电怎么触电 可是我们呢 所谓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那万一呢 对不对 万一呢 好 各位 万一呢 哇 这里碰到了 可能电解液漏掉 撞到歪掉了 好 各位 那人去摸它会不会触电呢 小朋友说 老师我觉得会 你看电流过来 形成一条通路 对 没有错 啊这样人会触电吗 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电可以经由这一条路 流过人 形成通路 电 也可以经由外壳接地线 流回来 形成一条通路 可是这个地方 没有电阻 这个地方 有电阻 所以电会走哪一条 它会走 没有电阻这一条 所以人不会触电 各位 为什么需要一个 外壳接地线 就是万一漏电的时候 它会保护人 避免人体触电 我问你问题 如果地球电阻 无限大 那你接地干嘛 你接天算 各位 你地球电阻 无限大 是不是叫断路 那电 是不是要留这边 你接地就是因为 它电阻是零 漏电的时候 它会往阻力最小的地方 这样才会发挥 保护人的作用 如果地球电阻 无限大 你接地干嘛 是不是 所以第一件事 我告诉你 你们老师说无限大 不管它理由讲什么 都把它拖去阿路 那又说 老师 可是石头会导电 来同学 刚刚讲过 电阻呢 跟三个因素有关 Raw A L 是不是 所以导电度 不是取决在 你的电阻 不是只看导电度 也跟它的截面积 长度有关 各位 当你把一条电线 插到地底下的时候 这样插下去的时候 虽然地球的导电度不高 但是电线这样子插 地球截面积无限大 各位就像7-11的广告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 整个地球的表面积 都是它的截面积 电线插下去的时候 截面积无限大 截面积无限大 地球电阻多少 零啊 你知道什么 所以我告诉你 那些假学历的老师 他没事跟你讲 地球电阻无限大 还跟你讲学历不重要 扒下去 你能教都教错了 还是教得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子 是要小心你知道吗 对不对 好来同学翻过来 第六页 电学重要尝试 地球电阻多少 零 就是因为地球电阻是零 所以才需要接地 这样懂了吗 所以各位要加油一下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 基本尝试没有 就毛起来一直做题目 做下去就会很辛苦 你知道吗 做下去就会很辛苦 所以你要先把基本的概念 先搞懂 来那我们就来看隔壁翻例 第一题了 好来我们基本观念的 基本电学概念告个小段落 来第一题 电路中电流是三安培 那每秒钟通过电截面的 导线截面的电子数多少 来我们刚讲一个电子多少 来各位那当然不用背那么多 有效位数了 我们只要背多少你知道吗 来我们一般就是一个电子就是1.6 乘上10的-19次方库仑就好了 我们写两位就可以了 一个电子电量叫1.6 乘上10的-19次方 各位所谓的三安培 就是一秒钟三库仑 你用一秒钟三库仑去除以 这个1.6乘上10的-19次方 库仑 每一个电子呢 我这样写 每一个电子是 好每一个基本电荷 就是每一个电子是这么多库仑 注意英文字26个不太够用 这个C是库仑 这个C不是库仑 它叫Charge C-H-A-R-G-E Elementary Charge 所以小学叫Elementary School 叫Elementary Charge 基本电荷 所以这个C是库仑 这个是基本电荷 所以翻上去的话 3除以1.6就是多少呢 就是1.875 好1.875乘上 10的19次方 所以每秒钟 有这么多个电子通过 这数量很大 虽然没有到1more了 但是也快接近1more了 大概差不多1万分之1more了 所以这个围观的世界很小 围观的世界很小 好 这个基本计算要会 来OK吗 来同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热身一下下 那接下来呢 第二题 来同学 那这个考基本常识 那你就是历界学者物理事理 我在YouTube上都有录详解 那我希望大家就说400多题 努力把它做完 来底下 它说图9图10呢 代表电流时间关系图 那图9一看就是直流电 图10呢 一看就是交流电 来同学A选项 这个图9呢 可由家用插头测的 对不对 不对啊 家里插头是交流电 所以A就错了 这个A选项两个电脑 来B 它说电流来自于电子的移动 B 电子电流来自于直子的振动 这个不对 通通都是来自于电子的移动 都是来不是直子的振动 来C选项 它说图9呢 电流方向保持不变 图10电流方向随时变化 对不对 对没错 C是对的 那D呢 直流电 图10交流电 对 E选项 它说图9呢 灯泡闪烁 图10灯泡发亮 其实也是颠倒 答案是CD 那我告诉你 严格来讲 我们头顶上是LED了 那LED其实也会闪 也会闪 只是因为它一秒钟 闪120次 因为我们是60赫的交流电 所以它会亮暗亮暗 一秒钟两次 一秒钟60赫的话是120次 但是闪太快我们看不出来 以前的日光灯坏掉的时候 就是闪的会特别明显 那我最后再补充一个东西 告诉大家一下 来我现在考大家 来电流是存量还是向量 好电流是存量还是向量呢 来我先告诉你 刚刚记不记得老师讲电流的定义 电流的定义呢 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单位时间通过某个节目的电量 各位我上面有没有加箭头 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非常白烂的事情 就是电流是存量 但是有没有方向性呢 有 老师那不就是向量了吗 不是 这是历史的错误 电流是存量 但是有方向性 很白烂吧 对不对 但它又不是向量 我们是把它直接把它当做是存量 那物理里面确实有很多这种白烂的结果 比如说电荷是存量还是向量 Q 它是存量 但是它有正负 就是正电负电 正电负电 正负不代表方向 正负代表种类 就是有正电荷负电荷 对不对 所以在物理里面 它正负的意义比较多种 意义比较多种 好来同学 所以它是存量 可是有方向性 如果人家问你说 电流是存量的项目的时候 你必须要说存量 那有没有方向性 你要说有 那你就说 那这不是矛盾吗 对 没错 但是它就是一个白烂的矛盾 来 翻过来 第三题 来 打个小星星 来 这种题目 各位要小心 因为 有时候你们国中 那个操纵边硬边边控制边 没有学好 导致圈圈叉叉 来 范例三 它说 一个家用台灯 原来是用60瓦的无视灯 后来变成100瓦的无视灯 变得比较亮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音选两项 来同学 那这里是不是60瓦 100瓦 来 这个灯泡呢 是60瓦 好 这个灯泡呢 是100瓦 来 第一件事 谁的电阻大 那这里面要小心 P等于IV 来 我写在这里好了 来同学 这里功率 胶尔定律 P等于IV I平方R R分之云方 麻烦大家 第一件事要先看什么固定 家用灯泡 家里面什么东西固定 电压固定 110伏特 110伏特 这是固定的 不是电流固定 电压固定 那在电压固定的情况下 同学 那一定是什么呢 你功率大的呢 就表示电阻比较小 功率小的呢 电阻比较大 所以功率大的呢 电阻小 功率小的电阻大 来同学 V计划 我告诉你 其实电阻小 电流会比较大 那电阻大 电流比较小 从P等于IV来看 没有矛盾 因为家里都是110伏特 所以电流大 电压110 电流大功率大 电流小功率小 你懂我说 好各位 可是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它串联呢 来我们先看旁边 来场边练习一下 有时候考试很喜欢考中问题 如果你把60瓦跟100瓦 把它串联 各位 这个就是国中基本常识 你知道串联什么东西会一样 各位 如果改成串联呢 来 我用两种颜色来告诉你 并联是电压一样 串联变什么 变电流一样了 你说说 串联变电流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 电流出处相等 在电流一样的情况下 来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这个电阻比较小 这个电阻比较小 这个电阻比较大 所以一旦串联以后 电阻大的呢 功率大 电阻小的呢 功率小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 它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 那因为这个算国中基本常识 我没有再特别讲了 那我不知道各位对串联并联是不是有基本概念 来同学那回到范例第三题 你换成100瓦的灯泡 变得比较亮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电压提高了 不对 电压不变 都是110 来VC选一个 是灯泡的电阻变大了呢 还是灯泡的电阻变小了呢 答案是 电阻变小了 来同学 因为电阻变小了 所以电流变大了 所以功率变大了 所以VC呢 选C 来D1 那流过乌丝灯的电流变大 还是变小了呢 答案就是变大了 D1选D 所以它的功率才会变大 OK吗 这种东西不要写颠倒 因为你串联并联想颠倒 整个答案都会颠倒 串联并联想颠倒 整个答案都会颠倒 所以要小心 来翻例第四题 它说 表2中有关于电流电压 电量的单位 何者正确 电流呢 很简单 就选安培 电压呢 就选H福特 电量呢 就选K库轮 就这样 所以这算基本常识 OK吗 好来同学 隔壁呢 来第五第六 来两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刚讲 什么叫做短路 什么叫断路 什么叫接地 来 他说第五题 图中 加一柄三组电路 各有三个灯泡 一二三 三组电路中 所用的电池灯泡都相同 那加一柄三组电路中 有关于电池使用寿命的顺序 何者正确 那其实这个题目 等于在算什么呢 在算电功率 在算电功率 好来同学 那话说了 来第一个图甲呢 我先告诉你 图甲 一二三是串联 所以它是三R 好 以电路呢 是三个电阻并联 来这是三分之R 电阻串并联会吗 假设各位会 这个国中我说过 电阻串并联 压力福利 这是国中基本常识 来各位 可是第三个图就要注意了 第三个图发生了一件事 叫什么叫做短路 好各位 你看它这样子画 可是这样画是没有用的 后面这两个灯泡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没有电阻 这边有电阻 所以这个直接打叉叉 这个打叉叉 各位 这边没有电阻 留回来 这边都有电阻 这边都有电阻 在变远的情况下 这个没有电阻 这个电阻 这两个直接打叉叉 所以这个只有多少 这个只有R 再来一次 交友定律 P等于IV I平方R R分之并方 那你不用担心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好 写出来以后呢 来 现在一样 什么东西一样 同一个电池 电阻一样 电阻一样 电阻大的呢 功率小 各位 电阻大的功率小 这个P比较小 所以寿命比较长 寿命比较长 他用比较久 好 那电阻小的呢 功率大 这个功率大 功率大 他寿命就短 所以寿命最长的一定是假 最短的一定是 鱼 所以答案选B 夹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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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这个算小尝试哦 基本尝试 好 所以串联并联 各位好会 来 接下来呢 继续我们来看 范例第六题 他说图7所示的电路中 用一条出铜线 连接AB两点 来 各位 那乙呢 就被什么 就被短路了 那个乙呢 就可以直接打叉叉了 来 如果现在呢 在夹 仪 丙 三个灯泡 中间接一条线 这就是我刚讲 bypass 这个直接打叉叉 电流都往这边流 电流 他会往主力最小的地方流动 来 同学 也就是说 这个电路呢 他的总电阻从三个R 变成两个R 这个R不是半径式电阻 来 A选项 他说 电路消耗的功率增加 电阻小了 所以功率大了 对 没错 R分之V方嘛 对不对 黑板上这里 IV R分之V方 电压固定 B 假灯泡两端的电压变小 不对 变大 因为原来是三个电阻 分三伏特 现在是两个电阻 分三伏特 所以电压呢 变大了 来 C 流过假灯泡的电流变小了 错 电流变大了 变大了 来 第一选项 假柄灯泡亮度增加 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亮不亮 要看电压还是电流 亮不亮 看电压还是电流 错 答案 电功率 那因为电阻都一样 那你看电压电流 当然也是会晒到 没有错了 亮度增加 对 因为它电压变大了 电流变大了 功率也变大了 依选项 以灯泡亮度增加 错 依根本就不会亮 短路 好 这样OK吗 所以基本电学 来告个小段落 来 翻过来呢 来 我告诉你 四之一 四之二 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电声磁 一个是磁声电 那不过磁声电呢 那等一下就告诉你有玄机 那这里面呢 来吧 这个我们有了基本电学以后 就要感谢一个人 1820年 二斯特 丹麦物理学二斯特 发现了电流磁效应 那我先告诉你 这里是有点像基本常识 那我先告诉你 以前电学是电学 磁学是磁学 那电跟磁 谁让它有关系 就是二斯特 它意外发现呢 接通的导线 会产生磁场 为什么呢 会让指南针偏转 这叫电流的磁效应 这是我们讲电磁学的开端 那隔壁磁力线呢 就是磁铁在N级 所受磁力的重限 那磁力线这件事 大家比较熟悉 有点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因为国小是不是都拿那个 铁粉撒在磁铁上 看到那个磁力线 所以大家对于电力线 比较陌生一点点 来翻过来第十二页 来磁力线的特性 第一个 磁力线的方向 切线是磁场的方向 磁力线呢 来N级出发 经由外部回到S级 再经由内部回到N级 所以再讲一次 考试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都会犯一个错误 磁力线N到S对不对 不对 外面N到S 里面S到N 所以第三点画起来 磁力线是封闭的 磁力线封闭的 那我先问你问题 电力线封不封闭 国中记不记得 电力线封不封闭 电力线不封闭 电力线是正到负 正出发指于负电荷 没有到负到正 就正到负结束 所以磁力线封闭 电力线不封闭 那这个第四个 磁力线不相交 第五个 磁力线不是磁点运动轨迹 那磁力线密集 表示磁场越强 这也OK 那你可以在隔壁 先写一个方程式 来同学 就是一个特斯拉 一平方公尺 一韦伯 那你们有空没事的话 就是怎么讲呢 增广见闻 这个增广见闻 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关于 这个科学的一些新闻 小尝试 因为将来到底 可以考试会考什么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来同学 你知道有一个人叫特斯拉吗 老师我只知道马斯克 特斯拉是我们后面讲到 他是一个重要的工程师 工程师 那就是这个东西 那他是什么呢 他是斯洛伐克人 那斯洛伐克呢 钞票上面为了纪念怎么样 纪念特斯拉 所以他就直接写了这个东西 就是特斯拉 等于一平方公尺 一韦伯 我先告诉你 就是每单位面积 这个韦伯就是磁力线数 磁力线数 每单位面积的磁力线数 特斯拉就是磁场强度 所以一个特斯拉是一平方公尺 有一韦伯的磁力线 就是第六点 每单位面积的磁力线越密集 磁场越强 每单位面积的磁力线越稀疏 磁场越弱 所以如果教授考试考这个 给你一张钞票 然后给你猜测一下 那这个韦伯是什么的单位 就是磁力线数 就是磁力线数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磁力线数 那底下没有知识 要尝试一二三简单看看 来隔壁第十三页 来符号约定 那我先告诉你 这里面有一个磁场 有一个小麻烦的地方是 很多人磁场学不好 因为空间概念不好 我们这里要多两个方向 圈圈再一个圈圈 这个叫穿出纸面 圈圈再一个叉叉 叫穿入纸面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呢 弓箭 我这边就特地为了让大家有感觉 我就去买了弓箭 来各位 如果弓箭往你射过来 弓箭往你射过来 你是不是看到箭头 所以你看到圈圈 就是穿出纸面 那弓箭呢 穿入黑板 你是不是看到贱屁 叉叉羽毛 所以叉叉就是穿入纸面 来同学 小时候最好养成一个好习惯 不要讲这个叫向上 这叫向下 对 你这个叫向上 这个叫穿出 这个叫向下 这个叫穿入 很多人小时候养成一个不好习惯 向上向上 向下向下 我怎么知道你向上是哪一个 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向上穿出 向下穿入 所以这个要先区别一下下 来同学 那这个底下第六题 来我们来数战数决一下 好忍耐一下 我们要休息了 来同学 他就告诉你说 原本南北走向 平行于水平地面的空中电缆线 没有电流流过 罗盘放在电缆线的正下方 当电缆线 由南向北大电流的时候 池针会怎么偏转 来同学 右手定则会吗 等一下有三种右手定则 电流呢 由南往北 N级放下面往左偏 左偏就是哪一边 西边 所以答案由北向西偏转 答案选A OK吗 答案选A 好来同学 所以呢 来我们翻过来 来 我们这三个呢 讲完以后 我们就来休息一下下 那我跟你讲 物理呢 我们就是这样 就是照我的进度 各个急迫 一个一个来 那我先告诉你 很简单 就像我们在高额进度班讲的一样 物理呢 我觉得很好准备 因为它是有线范围的组合 有线的排列组合 我先告诉你 考试只有三种磁场会考 哪三种呢 就是指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指导线 原线圈 再来就是螺线管 那螺线管有点像弹簧 就是一圈一圈通电 来同学 我现在告诉你很简单 有没有想象力 这是指导线 一根线 直的你把它弯曲 就变圆 你把圆串联 就会变螺线管 所以只有三种 指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所以你看隔壁 第六 第八题 第九题 第十题 第十一题 我就考你三种 第六 第八题是指导线 第九题是原线圈 那翻过来 第十题就是今年学测 他也是考原线圈 第十一题就是什么 就是螺线管 所以考试只有三种 指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就各个击破 所以读书不要乱枪打鸟 只有三种 第一件事 你看我这里 方向会比吗 答案一句话 右手定则 那我先告诉你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很多右手定则 原论上用右手 就可以解决了 不用左手 右手 你说左手弗来明天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右手定则 来很直觉 第一个 指导线怎么办 握住导线 大拇指代表电流 四指弯曲代表磁场的方向 好 原线圈呢 怎么办 四指弯曲代表电流 大拇指代表磁场的方向 老师那螺线管怎么办 各位 你就把它想成弹簧嘛 就像弹簧通电 那怎么办 电流如果这样流 各位 电流这样子流 你就这样子握住它 电流这样流 N级向左边 电流这样子流 N级向右边 来 第一件事 老师 我背不起来啊 我先告诉你 很多双法师 就会去整理说 什么四指代表什么 大拇指代表什么 不用 很直觉 就像呼吸喝水般的自然 各位 看到磅状物 人类就有什么样 就握住了冲动 握住它 一定是握住它 大拇指电流 四指吃上 各位 你看到棒中物会不会这样 老师我大拇指握住 四指电流 大拇指代表这样 会吗 同学 正常人类不会这样吧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 只有人类跟黑猩猩 我们的大拇指 食指是反方向 这样才会握紧 懂吗 你看狗狗都同一个方向 我们是反方向 这样才会握紧 所以你看到棒中物 就有握住了冲动 握住它 大拇指电流 四指指掌 各位 你不可能说 四指电流 大拇指掌 这不合理 怪怪人 一定是这样 这本直觉 对不对 所以大拇指电流 四指是磁场 来 接下来第二个 老师 我看到环中物 握住它 也可以 大拇指电流 四指指掌 掌掌穿出 也对 你看 四指弯曲 顺了电流 这个东西 叫做电流 这个叫磁场 对不对 你看 磁场是不是穿出 你握住它 它也对啊 你不会这样握住吧 老师 我这样握住 不合理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子比 传出 也对 你这样子比 电流这样 磁场传出 也对 没有矛盾 来 这边呢 很简单 电流这样子流 N级往左 电流这样子流 N级往左 可以吗 对不对 好 可是我先告诉你 考试会考一个更白人问题 我先写给你看 高三会学到 磁场叫 2πr分之μ0i 我先告诉你 高三物理 这个跟基础物理的差别 就是这里 高三会直接告诉你 这个磁场叫 2πr分之μ0i 可是基础物理 它是浓缩版 它是简化版 对不对 那基础物理就说 不要写这样子 这样写太难了 所以基础物理非常白烂 基础物理直接把它简化为 i除以R 所以基础物理会考 就它改成这样子写 它不直接告诉你公式 它直接跟你讲这样 那我你很直觉 就像呼吸般 喝水般的自然 你觉得电流越大 磁场会越大 越大 电流越大 磁场越大 不是感觉这样吗 你都是吗 那距离越远 磁场会越大 还是越小 就越小 进水楼台先得月 对不对 一定是距离越远 你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高三物理会告诉你 它的公式叫 2πr分之μ0i 基础物理没有说 要直接考你公式 但基础物理也是很白烂 它就跟你讲说 跟电流成正比 跟距离反比 那不是平方反比 点的话才是平方反比 线是把点积分 会变一次方反比 所以你要再记一个 除了方向以外 你要去记磁场 来隔壁第二个 圆线圈也是一样 电流成正比 半径成反比 同学第一件事很直觉 电流越大磁场一定是越大 对不对 那你这个距离越远的话 磁场一定是越小 是不是 可以接收吗 好各位 接下来第三个 这里比较间接了 它跟电流成正比 但并没有跟半径成反比 来同学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它是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来同学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 它叫什么呢 它叫 疏密程度 疏密程度 来同学 这个叫疏密程度 来简单这样子说 你每单位长度 绕的扎数越多 来我刚讲 你螺线管 其实就是一圈一圈 就像弹簧这样子 所以你圈数越多 你磁场就会越强了 各位 一圈一组磁场 你越多圈 就是越多组磁场 所以一定是什么呢 各位 一定是圈数越多 磁场就越大 所以它会跟你的圈数成正比 它会跟你的圈数成正比 而且其实跟你在 每单位长度 就是每一公尺绕的圈数 也有关系 就是疏密程度 所以各位 来我们准备休息一下下 来三件事 指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第一 方向会比 右手定则 我们等下一堆右手定则 第二 考试会考你一个就是 电流成正比 指导线 电流成正比 距离反比 原线圈 电流成正比 半径反比 螺线管 比较白烂 它是均匀磁场 我等下就给你看到 这个东西就考出超出范围了 等下学测就考出超出范围了 它是均匀磁场 它跟管长半径其实没有关系 它只跟电流疏密程度有关系 所以三个方向 三个公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翻例8 翻例9 翻例10 你可以先试试看 11 可以先试试看 那三个问题 指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大家先休息一下下 因为瞬间获得太多知识 休息一下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后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15页 来翻例第8题 这个第8题 它说这个纸面上 有两条垂直的 再留长指导线 那我先告诉你 如果你做历届学测 无理试题的话 这个题目考过很多次 因为考试我说 只有三种 指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对不对 那指导线 考来考去指导线 所以这考试 过去考过很多次 他说 但是以这一题 相对来讲是最难的 他说纸面上 两条垂直的长指导线 那电流都是I 方向如图一所示 那假设说 四个向线分别 一二三四 那下列有关于 各区域磁场的叙述 何者正确 来各位 这里我们就要伸出 I的小手来比比看 这个X轴的电流往右 Y轴的电流呢 这个往下 好 先问你说 四个向线的磁场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用两个颜色 来区别一下 来假设呢 这个X轴的这个电流 我画绿色 好 这个Y轴的电流呢 我画红色 来同学 第一件事 我们来比比看 那X轴呢 它的电流 在这四个向线 造成的磁场向哪边 来同学 话说 这个电流是往右 对不对 握住它嘛 大拇指代表电流 各位就像挖土机一样 会吗 这边是穿入 上面是穿出 好像妈妈缝衣服 你知道 这个线是插进去 这边是穿出 挖土机 这边进去 这边出来 所以这边是XX 这边是XX 这边是圈圈 这边是圈圈 好 OK吗 这边是穿入纸面 这边是穿出纸面 我说不要讲向上向下 一开始 如果养成爆的习惯 这样长大很难干 接下来换 Y轴的电流 那Y轴电流是往下 对不对 所以挖土机 左边是什么呢 左边是XX 右边是圈圈 来 这边是穿入 穿入 这边是穿出 穿出 好 会比吗 对不对 这个电流往下 这边是穿入 这边是穿出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 什么地方磁场 有可能会抵消呢 来 第二项线 第四项线 但是它也不是全部都抵消 为什么呢 这里面就利用到了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结果 各位 只有对角线这一条线 磁场才是零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跟X轴Y轴是等距 我们刚讲 这个长磁导线的磁场 它跟电流成正比 跟距离反比 那电流呢 会造成这个方向 磁场的方向 那距离反比 所以只有在等距的这一条线 它会变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只有这里才是零 好 看得懂吗 只有对角线这一条线呢 磁场才是零 来各位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 来A选项 考试呢 为什么老师放这个题目呢 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困难一点点 他现在说 除了向线Y以外 其他地方呢 都没有磁场穿出的区域 来同学 这里面就是一个逻辑问题 下语地会失 地势不代表效果语 很多人就会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他说老师我知道 第一向线穿出 第二向线零 第三向线穿入 第四向线零 不对 来为什么颜色区区别呢 来你看我这里一下小号 来各位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区域 是不是离绿色导线比较近 离红色比较远 所以绿色的磁场比较大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穿出 磁场穿出 来同学 那这个区域呢 是不是离红色比较近 绿色比较远 所以以红色磁场为主 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叉叉 所以这里面就是等于在考大家什么 考大家这个东西 就是距离的远近 距离远近 各位 这边离红色近 绿色远 所以红色磁场大 绿色磁场小 这边是离绿色比较近 红色比较远 所以绿色磁场比较大 所以其实第二向线呢 其实有穿入 穿出 零 同理呢 第四向线也是一样 这个区域呢 离红色比较近 绿色比较远 所以红色磁场比较大 这里是穿出 来同学 这个地方呢 它是什么样呢 它是离绿色比较近 红色比较远 所以绿色磁场比较大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穿入 所以呢 来同学 它的磁场有点复杂 问题就处在于这里面 等于在考大家一个逻辑问题 什么逻辑问题 你知道 来同学 第一向线都是穿出 对 穿出都在第一向线 这样讲就不对 为什么呢 第一向线都是穿出 可是问题是穿出 不是只有第一向线啊 你看 第二向线的下半段 是不是也是穿出 第四向线的下半段 是不是也是穿出 所以A选项 它说 除了向线一以外 其他都没有磁场 穿出紫面的区域 错 第二向线 第四向线有 我再讲一次 那物理呢 它毕竟是一个严谨的科学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就在考大家一个东西 叫逻辑推理 如果它的顺序是这样说 第一向线都是穿出 那就是对 那穿出只在第一向线 这样讲就不对 所以A不对 来B选项 它说 只有向线二 具有磁场为零的区域 不对 二四都有磁场为零的区域 C选项 它说 只有向线三四 为有磁场零的区域 不对 应该是二四 那第一选项 它说 向线三 都是穿入直面 对 没错 这里向线三 都是穿入直面 但是我说 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说 那能不能说 穿入都在向线三 不行 不行 第三向线都是穿入 对 但是呢 穿入的地方呢 第二向线 第四向线 也有穿入的部分 来 一选项 向线四的磁场 都是穿出直面 不对 向线四呢 有穿出 有穿入 有零 好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来 所以同学 答案只能选什么呢 只能选第一选项 只能选第一选项 好 这是指导线 所以也不是像你想象中的说 背个公式 就能解决 这一定要动手笔 来 同学 那地下 范例第九题 换成圆线圈 它说 图实中 加一柄呢 是三个大小相同 而且位置固定的 三个同轴圆线圈 那三个圈面互相平行 跟连接三圆心的轴线垂直 那三个线圈都通有同方向 大小都是I的稳定电流 那如果只考虑 电流所产生的磁场 下列三个线圈 所受磁力的方向 何者正确 来 那我这个图呢 黑板上我这样 尽量这样画 这是假线圈 因为我这样画 比较没有办法画出立体感 这是乙线圈 这是丙线圈 来 我们这个题目呢 就用国中生的做法 来 你看 假线圈 电流是不是这样流 电流这样流 意思就是说 这边是N级 这边是S级 来 以线圈的话呢 来 电流是这样子流 那你电流这样流的话 就是这边是N级 这边是S级 来 丙线圈 电流是这样子流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N级 这边是S级 好 所以这三个线圈呢 它所造成的磁力方向 磁级方向都是类似的 NS NS 来 我来问大家 NS会怎么样 互相吸引 NS会互相怎么样 吸引 NS会互相怎么样 吸引 所以 甲乙丙三个线圈 应该是彼此互相吸引 所以答案应该选什么呢 应该要选D选项 甲丙两个线圈 都受到以线圈的吸引力 答案就是选D选项 这里面并不存在有排斥力 而且通通都是吸引力 也不存在没有力 那我跟你讲 这个题目呢 过去考古题也考过 过去考古题说 弹簧通电 线圈的间距会变大变小 来 同学 所以我们讲 举一反三 那你们做题目 最好是一次专心做个主题 就像我们上课一样 一次解决一个主题 不要东做一题 西做一题 来同学 这样子没有效果 你看哦 现在弹簧通电 对不对 弹簧的每一圈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图 你看 这个线圈电流这样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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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弹簧通电 弹簧每一圈 每一圈之间 是不是都是互相同方向 那同方向的话 彼此应该都是什么力 都是吸引力 所以这考古题其实有考过 所以为什么各位考古题要做 来OK的话呢 来翻过来 我们就来现场立即实况 来各位 这就是今年学测的题目了 那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 对不对 而且2022呢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半年了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 来同学 今年学测的题目 我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题目再怎么难 都是基本题的变化 所以唯一能够做的只有基本题 今年的学测 他就考说 利用积木 做一个类似图26的 等臂电磁天平 那其实就是天平 只是他是利用这个所谓的电磁力 途中右边是秤盘 左边是线圈磁铁 XY呢 代表固定磁铁的两极 那以支点为轴 这个线圈秤盘呢 可以维持在水平的净粒平的状态 那底下 他说静态模式的时候 没有电流的线圈 跟空的秤盘质量相同 天平呢 最初处在水平静止状态 那如果你把代测物放到秤盘以后 放到右边以后 那下列线圈电流 跟磁极的组合 能够让天平恢复平衡 各位 天平右边是不是重力 那你要让它恢复平衡的话 左边必须要有一个向下的磁力 来同学 这边是不是变成重力 叫做MG 那这边呢 等一下我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磁力 好来同学 怎么样才会有一个吸引力呢 来你看A选项 那A选项的话 假设线圈是这样子 电流是这样绕 好底下的磁铁呢 底下的磁铁是 这边N这边S 来各位伸出我们爱的小手来 电流这样子流 对不对 电流这样流 是不是上面N下面S 来再来一次 上面N下面S 那你告诉我一件事 这个线圈跟这个磁铁 就是什么力 吸引力 对不对 这个磁铁是不是固定的 所以它是不是线圈往下吸 往下吸 是不是可以造成一个往下的磁力 对 没错 所以A是对的 来B选项 你比比看 你如果电流这样子流的话 N级会向下 那会跟底下的磁铁是什么 次力 次力的话 它是把线圈往上推 这样不会平衡啊 所以B不对啊 对不对 来C选项 电流这样绕的话 上面是N下面是S SS护次 C也不对 来D选项 电流这样绕 下面是N 对不对 NS相吸 所以D是吸引力 所以答案选AD 答案选AD 那E就不对嘛 你这样子的话 不会产生特别的吸引力 或是排斥力 所以答案就是AD 来各位 换个角度说 今年的学测题目呢 它题目叙述很冗长 可是追根究底 它就在讨论原线圈 跟磁铁之间的吸引力 不就是右手定则吗 很简单嘛 对不对 来底下11题 这个题目呢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它有一点点小小的操作范围 为什么呢 来同学 它说 由一个均匀导线 缠绕的螺线管 长度截面积固定 导线呢 再有稳定电流 有关于螺线管磁场的叙述 何者正确 那我刚讲 考试只有三种 很简单 指导线圆线圈 螺线管 但是螺线管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刚写的公式很特别 我刚写的公式很特别 螺线管的磁场呢 只跟怎么样 只跟电流 以及绕线的疏密程度有关 那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呢 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操作范围 所以为什么高三的课程 我希望大家要会 的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教授就是会耍一些小建招 我先告诉你螺线管很特别 简单说 它在内部会建立均匀磁场 各位这个公式里面只有出现电流 只有绕线的疏密程度 有没有出现螺线管的半径呢 没有 有没有出现螺线管的长度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出现说 我要在螺线管中间还是管口 管中间还是边边 没有 所以同学 我现在告诉你非常白烂 它等于在考大家高三的一个结果 螺线管它本身是一个均匀磁场 所以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讲了嘛 为什么有高二的同学 他要先修 来A选项 管外侧磁场强度最大 来你看 这就没有在这个公式里面 其实螺线管的磁场 集中在管内 管外侧磁场是0 A错 管外侧磁场是0 A错 基础物理这个阶段 等于一个结果 你要把它记一下下 中间均匀磁场 外面磁场是0 所以A错 来B 他说管内中心磁场强度0 不对 应该中间磁场反而最大 所以AB整个颠倒过来 C选项 管两端相当于磁棒的N几S 对 电流嘛 右手定则 来同学 接下来呢 第一选项 他说管内磁场强度 与电流无关 错 有关 他其实反而跟管长半径位置无关 他是均匀磁场 来同学 接下来呢 一选项 他说管内磁场的方向 可由安培右手定则来判定 对 没错 原则上我们这里用右手定则就可以决定了 好 这样了解了吗 来同学 所以呢第一个小主题呢 电流的磁场我们解决了 就是直导线 圆线圈 螺线管 三种 来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小主题 就是载流导线 在磁场中的受力 来这个力呢 我们叫安培力 或者简称叫磁力 来各位 这个东西国中其实有学过 来 假设呢 这个是磁场 磁力线 这是电流 来你告诉我 他的受力方向向哪里 那我等一下告诉你 理论上我们有三种比法 三种比法 甚至第四种 第五种也可以 但是其实 学策考前临时 抱佛脚 来 记不记得国中讲的 叫右手开掌定则 右手开掌 手掌打开 四指代表磁场 大拇指代表电流 手掌代表受力的方向 四指磁场 大拇指电流 手掌代表受力的方向 小朋友说 老师我背不起来啊 来眼睛一瞄 他长得像不像大拇指 这长得像不像四指啊 像嘛 对不对 所以很直觉 来四指磁场 大拇指电流 手掌代表受力的方向 这叫右手开掌定则 会比吗 对不对 考试会考这个东西 来翻过来一页 来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这里有三种比法 第一种呢 叫做右手螺旋定则 那这个东西 你就先看看就好了 它其实就是外积 那外积各位会吗 这里面呢 我们叫做A course B 这个course呢 就是在取外积 外积的目的在算什么呢 各位外积的目的在算 公垂向量 好 什么叫公 公就是大家都 大家都可以去的花园 叫公园 大家都可以上的车 叫公车 大家都可以用的人 叫公务员 锤就是锤直 来同学 假设这是A向量 这是B向量 那A cross B是什么呢 来小时候学过 四指从A 第一个向量 经过小的角度 转到第二个向量 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公垂向量 来同学 也就是说 来眼睛一瞄 那什么叫公垂向量 这一根是不是A向量 这一根是不是B向量 那共同垂直的向量 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 有没有垂直A 有没有 有空间中的垂直 这一根 有没有垂直B 有没有 有空间中的垂直 你说 所以AB的公垂向量 就是传出这一根 那这里面的话 它的公式就是 受力叫做 I L cross B 好 那我告诉你 这个L就是电流的方向 所以 如果按照螺旋定则的话 电流 转向磁场 大拇指 就是受力的方向 电流转向磁场 大拇指 这个叫 外积法则 就是右手螺旋定则 来第三种 你听听看 叫左手弗然明定则 那这里面有个东西 叫丑小压效应 就是先学就觉得先简单 因为有小朋友说 小朋友 国中老师先叫他 右手 左手弗然明定则 他就是左手比较快 来同学 那国中老师 有没有讲过这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大拇指 这叫十指 这叫中指 这是无名指 小指 好 这是力 这是磁场 这是电流 这个东西就要去背一下下 这是力 这是磁场 这是电流 好 各位 那这里呢 我会讲有一个口诀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你知道 那你们国中老师 有时候其他老师 没有读到 这个书 没有读那么多 你知道吗 没有读出 这是英国伦敦大学 弗莱明教授发明的口诀 叫什么呢 叫FBI 联邦调查局 你说FBI 联邦调查局 好 来同学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 这个是磁场 B 这个是电流 对不对 磁场电流 所以大拇指向哪里 就是传入 所以磁力传入 三种比法 是不是答案都一样 对不对 磁力传入 那需要把三种都学 目前你不用学这三种 你只要学一种就可以了 先学右手开掌定则 或者是外积 因为外积比较符合数学的直觉 就是电流转向磁场 传入 那如果你觉得说 老师我数学就是不好 对不对 数学不好怎么办 那就开掌吧 那我说 这长得像不像四指 这长得像不像大拇指 对不对 四指 大拇指 受力 OK吗 这样会比吗 不会比的话 下课来找老师 牵着你的小手比比看 但是呢 来吧 各位这里面就出现了 第一个重要的茶包了 那就是电流磁效应的应用 来隔壁19页 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呢 就叫减流剂 或者叫电流剂 来 它是利用这个所谓的 电流的磁效应 那我先告诉大家 因为考试呢 考的东西 实在是拉哩拉扎的 来同学 这里面等于在考大家一个东西 叫三用电表 三用电表 那我先告诉大家 你如果看电学的话 历届学测物理试题 第一题 就是考三用电表 然后呢 第一题学生就怎么样 第一题学生就共估了 第一题学生就共估了 来同学 第一题就是考你说 利用三用电表 来检测标示110伏特 100瓦灯泡的好坏 下列叙述和的正确 各位 你怎么知道灯泡是好还是坏的呢 A 利用电阻挡测量灯泡的电阻 B 利用电流挡测量灯泡的电流 C 利用直流电压挡测量灯泡的电压 D 利用直流电压挡测量灯泡的电压 我们等一下就有这个问题 好 各位 可是问题是 你们的直觉通常会错 这一题问重码班的话 他们就会选说 老师我觉得是B 灯泡看有没有电流流过 赞 你是什么老百姓的想法 D 利用直流电压挡测量灯泡的电压 不对 家里用交流电 利用交流电测量灯泡的电压 来完全共估 这一题答案是A 答案是A 很多人都会选BCD 但是很多人不会选A 问题出来哪里呢 各位 我们物理的理呢 就是要讲道理嘛 就是要讲原理啊 是不是 你不能说老师 我就把它背起来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好 各位 它的原理是什么 好 三用电表的原理是什么 那我先告诉你 三用电表的原理就是 电流的直效应 来 所以你看底下 这里有个叫电流计 或者叫减流计 它的构造就是这样子 线圈 弹簧 磁铁 纸针 铁针 刻度 好 结束 各位 也就是说 它从外面电路里面 好 流进一条电流 流进电流进来 电流就会经过这个线圈 你有没有看到线圈 线圈就会产生磁场 磁场就会跟后面的N级S级磁铁互次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它会有个关系式 我简单告诉你 它的电流呢 会跟角度成正比 角度成正比 也就是电流大 偏转的角度就大 电流小 偏转的角度就小 所以你讲的安培计 伏特计 它是利用电流的磁效应 它是利用电流的磁效应 那我这边有帮大家拍这个照片 我实际上把安培计拆开 里面看到的就是线圈 看到的就是纸针 看到的就是磁铁 来我们翻过来 那这里面呢 来同学 20页最上面 电压计电流计 这里有一个基本构造 你先不用计没有关系 那等到我们高三进度班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它要这样子设计 但是各位 这里面一样基本常识 来你猜 安培计是低电阻还是高电阻 电压计是高电阻还是低电阻 来安培计本身是低电阻 理想值多少呢 来写上去答案是零 伏特计本身是高电阻 来理想值多少 无限大 那我先告诉大家一下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理想的安培计 简单说就是短路 来同学 理想的伏特计本身就是短路 注意哦 这基本常识哦 理想的安培计本身就是短路 那理想的伏特计 本身就是短路 考试大概都是考理想值 不是考现实值 来同学 所以呢 我先告诉你一下下 来你呢 翻过来一页 来22页 我们先看范例12 下面第二题 89年学测这一题 来同学 假设说 这里有一个电池 好然后呢 这里接一个安培计 然后呢 这里接一个电阻 好这里接一个电阻 好这里接一个伏特计 那我先告诉你 因为有时候 这个模拟考很喜欢考 这种类似怪怪的题目 第一个 如果他来耍一个小建招 安培计接这边 安培计接这边 那我先告诉你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我刚刚讲的 所以你看 丘伯恩按部就班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状况 叫短路 为什么 因为我刚讲 理想的安培计 是不是没有电阻 所以用电线去取代 你这样就短路了 我电流就这样子流了 这边根本没有电流流过 你懂吗 来同学 所以注意 小常识 理想的安培计 是短路 理想的伏特计是断路 也就是说 如果是伏特计的话 好 这个就把它拿掉 不用接线 安培计是拿掉 用电线去取代 电线去取代 你懂的是吗 好 各位 那再来哦 如果你伏特计接这边呢 其实我跟你讲 它有接跟没接一样 来同学 可是伏特计如果接这边呢 如果伏特计接这边 他问你说电流多少 哇 糟糕 它会变断路 因为这个拿掉嘛 它是不是变成断路 就拿掉变断路啊 所以再讲一说 安培计是短路 伏特计是断路 来 这个算是我们讲的这个基本常识 基本常识 所以理论上 来 翻回来一页 安培计要跟带车电路怎么样 串联 伏特计要跟带车电路怎么样 并联 来 你把它画起来一下下 来 这个我说过 基础物理有很多常识 安培计是短路 伏特计是断路 安培计要串联 伏特计要并联 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记忆点到 我说你会不会记忆点到 假设各位国中还有一点小常识的话 来 底下三用电表顾名思义 哪三用 哪三用 就是电压电流电阻 老师 那电功率怎么办 电功率可以用算的 不需要量 所以就是电压电流电阻 三用电压电流电阻 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这两个呢 是同一国 这一个是跟他们不同国 它其实要分两类 来 同学 所以隔壁 来 21页 指针式三用电表 测量电压电流 是利用代测端点本身电压电流 造成电流通过减流剂的线圈 那通常呢 红色要接在正极 黑色接在负极 这样它才会指针正确偏转 不过红色黑色你不用记 但是我先告诉你 安培计伏特计要利用原来的电流 什么意思呢 来 同学 这个是原来的电路 我们呢 在做测量的时候 当然有一个基本原则 尽量不要去干扰代测误 所以我讲 这个古今中外都有很多诈骗集团 之前美国就有一个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都是这样子 第一 一定要有名的学校 那没有名的学校 也要假装自己是有名的学校 那再来就是要有远大的梦想目标 然后骗钱 连比尔盖茨都被骗 好 各位 我现在告诉你 你现在去医院要检查疾病 是不是要做很多检查 做什么核磁共振 电脑断层 对不对 抽一堆血 对不对 结果这个人说 只要一滴血 就可以测量出一个人所有的疾病 包括各种癌症 哇 酷耶 哇 医学大进步 连比尔盖茨都捐钱给他 都投资给他 最后他证明是骗人的 所以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去抽血 你总不会说 我要去做这样检查 要抽2000cc的血 没检查抽血都被你抽干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原来的电路是这样 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干扰代测电路 那安培剂要怎么接 各位 安培剂要串联 安培剂要这样子接 福特剂要怎么接 福特剂要并联 那我先告诉你 你这样子接 都可以 基础物理没有特别去讨论这两个插法 插法的差别 安培剂要跟带测电路串联 福特剂要跟带测电路串联 这是基本常识 那我先告诉你 安培剂福特剂 是利用原来 各位原来是不是这样 所以原来已经有一股电流流过去了 安培剂只是利用这个电流呢 有过它检查一下 对不对 不要去干扰它 福特剂并联 不要去干扰它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 什么事 来同学 刚刚你怎么知道灯泡好来坏的 老师 简单啊 我用安培剂去接一个灯泡 各位 我用福特剂去接一个灯泡 老师 我安培剂用灯泡接灯泡 福特剂接灯泡 看看有没有电流流过 非常好 同学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拿安培剂接个灯泡 各位你拿福特剂接灯泡 会发生什么事 非常好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各位 安培剂刚讲过 它是不是只有线圈 纸针磁铁 你线圈纸针磁铁加个灯泡 电流在哪里 没有电源 没有电池 各位 你福特剂的构造 是不是也是线圈纸针磁铁 接个灯泡 电流在哪里 没有电流 各位 你这样子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你知道吗 什么事不会发生 这里最有个东西就是它 那它的构造是什么呢 它的构造就是安培剂加一个电池 就是这样 来同学 所以你用欧姆剂 接一个灯泡 其实就等同于用安培剂电池接一个灯泡 这样才有电流流过去 你懂什么 各位 你安培剂接一个灯泡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福特剂接灯泡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你用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你要知道灯泡好的还是坏的 一定要用欧姆剂 欧姆剂它其实是安培剂加上一个电池 这样这个电路中才会有电流流过 当然我跟你讲 学生一定会跟我回忆一件事 老戏 那我就去量电流 有没有电流流过啊 拔下去 我告诉你 加热服 你买灯泡 灯泡买回去 装下去 才知道是坏的 你是不是要拿去换 增加大家的麻烦 所以加热服直接弄有开关 灯泡插下去 亮的就是好的 没有亮就是坏的 可是今天我不是要用电源来测量灯泡好之外 他说利用三用电表来测量灯泡的好坏 我只有三用电表跟灯泡 你懂的是吗 没有一个叫开关 所以我不是去看说 有没有电流流过 没有开关啊 没有电源啊 你说你答非所问你知道吗 人家问你的是 怎么样用三用电表来测量灯泡的好坏 各位 如果你接上去 你发现灯泡是烧掉了 你量到的电阻就变无限大 断路嘛 就烧掉了 你量到如果是无限大 那就是坏掉了 如果你量到一个电阻 那通常电阻是几kΩ 一k两k一千两千 你量kΩ的话 那答案就是这个灯泡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 来同学 所以你看考试会考这个东西哦 来所以你翻过来一页 来刚刚第十二题 所以你看基础物理是不是很麻烦 来翻例十二第一题 这就是我刚讲的 利用三用电表来检测110伏特 100瓦灯泡的好坏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答案一定是A 利用电阻档测量灯泡的电阻 各位因为我们讲安培剂 伏特机 我先告诉你 这两个东西 我们有一种说法 它叫被动式元件 各位什么叫被动式 被动式就是没有电源 我是什么 我是被你的电源推动的 我是被原来的电流推动的 对不对 我再举个例子 也许各位就懂了 这有点类似像什么 类似像那个 那个之前韩国的电影 寄生上流 你现在讲的安培剂 伏特剂寄生上流 我是寄生在原来的电路中 我是吸你的血 吸你的电流 对不对 那我寄生一个穷人吗 干我吸你什么血 是不是 所以我是寄生在一个 有电流中的电路 对不对 利用你原来的电流 来通过指针 让这个线圈偏转 来同学 可是欧姆记不是 它是主动式的元件 它会主动输出电源 主动输出电压 主动输出电流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懂什么 所以你看是不是有很多尝试 对不对 考试会考 会 会考试会考 三用电表算基本尝试 而且我告诉你 大考中心还有考过 更复杂的 它叫勾式电表 它勾式电表 有点类似 利用电流的词效应 等一下讲到法拉第定律 来同学 所以底下来 89年学测 刚讲过 这个图17的电路 VA代表福特基安北纪 它说 把假电阻拆掉 福特基安培剂的读数 有何改变 好来同学 如果你说 把假电阻拆掉 其实我告诉你 那些安培剂福特基 你可以不用直接画 没有关系 简单这样说 就是我这个电路呢 从两个电阻 并联 变成一个电阻 那我先问你 跟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两个电阻并联 是不是叫二分之啊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你拆掉一个 这个拆掉 这个拆掉 是不是电阻变成 所以我跟讲 老百姓呢 有时候就有一种想法 两个电阻变一个电阻呢 电阻变小了 你看 老百姓是不是这样 两个电阻变一个电阻啊 对不对 社会主 两个电阻变一个电阻变小了 说电阻变大了 怎么这样子 两个电阻 两个变一个啊 不是电阻变小了吗 不是 并联联不一样啊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电阻其实变大了 不是你拆掉一个电阻以后 电阻变小了 不对 是电阻变大了 因为它是病脸嘛 来同学 电阻变大了 所以电流就变小了啊 是不是 来同学 所以安培计的毒素 一定会变什么 一定会变小 那这样的话 答案就选什么 答案就选那个啦 就选 那个C啦 结束啦 对不对 那福特计的毒素呢 福特计的毒素不会变 为什么 各位 福特计是不是跨在电阻两端 可是你看 其实跨在电阻两端 其实是跨在电池两端 伏特计跨在电阻两端 其实就是跨在电池两端 所以不管是两个电阻 还是一个电阻 这样子并联 它都是接在电池两端 所以福特计不会变 没错 所以答案就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 C 福特计毒素不会变 好 看得懂吗 但是我跟你讲 你回去做做看 还有几个题目 有点困难 还有几个题目 有点困难 后面这告诉大家 好 不过呢 我们今天要继续打铁趁热 来 23页 叫做电池感应 但是我先告诉大家一下下 你们呢 将来呢 因为108克刚 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将来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他会考一个东西 来 我问你问题 刚讲过 电升池 当然电升池是一个简称 就是电流产生磁场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说 老师电升池 所以磁升电 来同学 电升池 所以导过来叫磁升电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这两个东西不是颠倒过来的 因为法拉第讲的不是磁场产生电 所以我说读书 大家能不能抓到那个电 答案是磁场变化产生电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说 二斯特电流磁效应的颠倒是法拉第定律 其实错了 来我先告诉你 我写一个字就好了 这是二斯特 这是法拉第 法拉第 那我先告诉你 不是这两个东西是对应的 其实错了 对应的是谁呢 是马克思威说的 是电厂变化产生磁 这个是马克思威电磁学方程式加进去的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说 这两个东西是相对的 说二斯特的颠倒是法拉第 法拉第的颠倒是二斯特 不对 因为它是电流产生磁场 可是这不是磁场产生电流 是磁场变化产生电流 那磁场变化产生电流 这两个才是对应的 磁场变化产生电流 电流变化产生磁场 这个是马克思威电磁学方程式 你懂的是吗 好各位 可是我们就来看隔壁23页 法拉第实验 那我们今天会有电 这当然就要感谢这些电子学的科学家 一步一步来 那你电流产生磁场 但是呢 二斯特用的是磁铁的电流 不是说错了 不是这些电流 电池的电流 那我们要讲发电机 发电机谁做的 就是法拉第 那法拉第第一个实验 它把一个磁铁棒 放进原线圈 放进去抽出来 所以产生感应电流 第二个 如果有个开关 原线圈 打开关上 打开关上 在打开关上的那一瞬间 也会产生感应电流 来底下实验结论 电池感应呢 一定要通过封闭线圈的磁力线数 来四个字你先画起来 磁力线数 发生改变 改变圈起来 那导线才会产生感应电流 所以同学 重点是 你的磁力线数 要发生变化 来结论二 如果只是稳定的磁场 不会产生感应电流 一定要有变化 变化再圈起来一次 来同学 所以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讲的 类似这个重点 key word在这里 delta 很多人没有抓到重点 对不对 就像我们说 力是造成速度的变化 不是速度本身 所以重点在变化 重点在改变 好来翻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定义两个物理量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磁通量 那什么叫磁通量呢 来我说过 之前有学生 有个北女的妹妹 她就说 老师怎么办 我要去考那个系 二阶比式要考英文 所以我就特别帮你 自然而然习惯两种语言 这个磁通量 英文叫做 magnetic flux flux就是通量 这个你问英文老师 他也讲不出来 通量就是射线流 能量流 所以我们刚讲 根据法拉第定律实验 你要有磁力线数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定义什么呢 一个物理量叫磁通量 什么叫磁通量 来底下基本观念 就是通过某一个圈面 四个字 磁力线数 一句话 什么叫磁通量 就是磁力线数 或者我们这样说 通过的通 磁力线的磁 通过的通 数量的量 叫磁通量 来同学 那我来问大家 磁力线呢 往右 磁力线往右 好 圈面是这样子 那你告诉我 通过这个圈面的磁力线数 跟什么东西有关 那我先告诉你 这个东西我们用φ表示 圈圈一根叫φ表示 来同学 这个叫磁通量 有时候会再多一个b磁场 因为有一个叫磁场的通量 有一个叫电通量 那磁通量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第一件事 膝盖乱线 一定跟磁场强度有关 来我刚讲过 磁场 其实就是指每单位面积的磁力线数 所以磁场越强 就是固定面积的磁力线数越多 好来同学 还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还跟面积有关 各位 你面积越大 包住的磁力线是不是越多 面积越小 包住的磁力线是不是越少 对不对 来最后一个还比较特别一点 跟什么东西有关 你知道 跟角度有关 来同学 如果这个圈面呢 它是这样子摆 是不是四条 对不对 圈面这样摆三条 圈面这样摆两条 圈面这样摆一条 圈面这样摆零条 它跟角度有关 但是我先告诉你 有关不能当饭吃 写成等号的话 它要写cos 这个东西呢 我们写成叫b.a 来同学 这个跟刚刚对应 它就是内积 那这里面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定的数学基本常识 我讲没有的话你就拿一本笔记本 自己写一下下 就是特别容易犯错的长错记录本 长错记录本 这个 之前呢有一个师大附中的小朋友 他学测考75级分 他就说准备一个长错记录本 就他现在在什么呢 他现在在做那个股票 75级分 这个医学系毕业呢 他去做什么 去做投资银行 好 来同学 那我告诉你 外积在算工垂向量 内积在算什么 投资量 没错 减学运动投资量 它其实在算投资量 所以这个叫b.a 有一点类似说 各位 你磁力线感这样 下雨好了 来下雨怎么样会淋到最多雨 就是这样 这样淋到最多雨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呢 淋到雨的话 它是不是算投资面积 对不对 如果你是纸片人很瘦 雨缝中穿过 所以这样淋不到雨 因为你这样的 有效面积等于淋 所以你这个角度 其实就是投资面积 那这个叫磁力线数 就是磁通量 就是磁通量 来同学 那底下马上法拉第定律 那你把它写在底下表格 第一个 法拉第告诉我们一件事 怎么样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怎么样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答案就是 你的磁力线数要发生变化 所以επ.a 叫ΔT分支ΔΦ 各位有时候呢 它呢会把符号简化一下下 就是不要写这个希腊字母 有的课本会写电压 就是V 但是我们还是照法拉第的写法 就是επ.a 有时候有些书会比较简化一下 就是不要写επ.a 不要再讲这个希腊字母 它叫单位时间磁通量的变化量 来我再讲一次 不是磁通量造成电动式 错 你抓错重点了 是磁通量的变化造成电动式 你懂我说 来我说很多人读书就是抓不到那个点 来同学举一反三 好 F等M 来M呢 ΔT分DV 就像我们运动学讲 很多小朋友都会说 老师我知道 力造成速度 错 力造成速度的变化 各位 力造成速度的变化 你懂吗 对 所以力是造成速度的变化 所以很多人读书就没有抓到重点 是磁通量的变化造成电动式 不是 不是磁通量造成电动式 是变化 来底下备注第一点 那法拉第定律本质上 是一种所谓磁声电 那你说老师 电场变化是不是产生磁呢 是 这个部分由马克思威完成 后面那句话你把它划掉 他说以超出高中方言 不对 你们克刚又重新把它加回去了 克刚特别强调这件事 那后面那句话你把它划掉 就是磁场变化产生磁 谁说的 是马克思威说的 懂吗 所以这里面出现有三个人 二斯特 法拉第 马克思威 懂吗 很多老师都会说 电声磁 所以磁声电 这是一种简称 这其实不对 克刚特别强调一件事 磁场变化产生电 电场变化产生磁 你们的新克刚 特别去讲 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威电磁学方程式 好来同学 仔细体会一下下 来接下来这个底下24页 那你怎么样造成磁通量的变化 要么就磁场变要么就面积变要么就角度变 对不对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单纯不是考试的重点 那考试的重点是什么呢 来25页来忍耐一下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 来忍耐一下下 这个讲完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要怎么样 准备要吃午餐 来同学就是什么呢 就是方向 那感应电流方向向哪里 那我先告诉大家 法拉第呢 他其实关心的是有没有 他没有特别关心方向 就跟你说非洲难民 他关心的是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对不对 不是东西好不好吃 所以法拉第关心的是 有没有电发生 但他没有特别去关心 电往哪里流 那谁去关心电往哪里流呢 答案就是冷次 就是冷次 那冷次定律告诉我们什么呢 来冷次定律告诉我们一件事 一定要去抵抗外加变化 要去抵抗外加变化 来同学 而且我说一句难听一点 这个国中就会比了 所以你一定要会那个比 这个一定要常常练习 来同学 所以你看 一二三四四个图 不会比的下开来找老师 牵着你的小手比比看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 反正暑假 你看外面是不是很热 热到爆 对不对 所以不如在家吹冷气 好好读书 那这个读书这种事情一定是日积月累 不是那种怎么样 不是那种什么 临时抱佛脚 读一个晚上就怎么样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个要练习 来四种排列组合 N级往下 N级往上 S级往下 S级往上 就像我最近在练一个东西 就是你知道那个西班牙 有那个弹舌音 对不对 那我以前是练了老半天也练不出个所以然 可是最近好像有点顿悟了 有点开盘了 就是那个舌头 就舌头震动 要吹气让舌头震动 就像我们这样 就吹气让舌头震动 我已经练一个礼拜了 好像有点进步了 至少以前舌头连动都不会动 现在好像会震动 下个礼拜也许我就会发出西班牙音 来同学四个排列组了 N级往下掉 N级往上 S级往下 S级往上 来怎么比 第一件事我们刚讲 磁力线是不是由N发出 外面回到S 所以第一个磁力线是往下 来你告诉我 N级往下掉 是不是N级往下掉 它是不是往下会变多 往下变多 我就要抵抗它 所以怎么办 我惨 这个方向的感应电流 这个方向的磁力线去抵抗它 所以电流就是降流 降流抵抗它 来同学 第二个图 我问你 如果N级离开呢 离开往下是变少 往下变少 我要抵抗它 所以我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 这个方向的磁力线去补充它 所以电流就这样流 补充它 来同学 再忍耐一下 如果S级要离开怎么办 来 S级要靠近怎么办 转一个弯 磁力线是回到S级 所以S级往下掉 表示往上的磁力线变多 往上的磁力线变多怎么办 没送呢 我就乘这个方向的电流 这个方向的磁力线去抵抗它 电流降流 来同学 如果S级离开怎么办 离开是不是表示 往上的磁力线变少 往上的磁力线变少 我不要你变少 我要乘 这个方向的电流 这个方向的磁力线去补充它 电流是不是这样子流 对不对 好来同学 你会比吗 来你看我这里一下下 那国中老师 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个方法 国中老师说 那个N呢 我们就朝写体 N这样子写 S这样子写 好各位 也就是说 电流这样流N 电流这样流S级 来你看我这里 N级要下来怎么办 不容易下来 对不对 所以我产生一个N去护次 对耶 你看电流是不是这样流 NN护次 来N级要离开怎么办 舍不得它离开啦 产生一个S 去吸引它 对哦 吸引它 SN吸引电流这样子流 来S级要下来怎么办 买松 产生一个S级 SS护次电流这样流 S级要离开怎么办 不要让你离开 N去吸引它 电流这样流 来同学 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 它一定是抵抗外交变化 来你看我这里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 万一增强外交变化 发生什么事 各位如果N级下来 你又怎么样 你又去吸引它 它就会掉得更更快 更更快 电流更更更大 电流更更更大 它就会掉得更更更更快 更更更更快以后 电流就会更更更更大 更更大掉了就更快 它一路下去不是变无限大了吗 不合理 所以一定是去抵抗外交变化 来所以你看 表现出 有一天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不一定磁铁不一定要放里面 磁铁放外面也可以 你看 它是不是掉得比较慢 为什么 冷次定律 它掉得比较慢 冷次定律 你磁铁放在铝盘上 也是类似的结果 这就是冷次定律 它一定是去抵抗外交变化 来翻过来 来13题 来加油 一步一步迈向午餐的路上 下午没事的话 你也可以留在补习班看书 来我们看13题 来我们先看第二题 111学测 就是经验学测 各位 这就是我刚给你看前半段的问题 来 它说常用晶片卡中 有内建线圈 那示意图呢 如示意图下半部所示 好 你没有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线圈 晶片卡 那这边呢 它标了叫I2 那上面呢 这里有个读卡机 好 这边呢 也标了一下下 这个叫I1 I1 来同学 这里面结合了刚刚讲的是 电流的磁效应 跟法拉第定律 所以注意 这是考试的重点 再讲一次 你不要最猛都永远自由肉体线上抛 老师我鞋抛很厉害 我会被那鞋抛轨迹放的事 这都不会考 老师那拉密定理呢 也不会考 老师我很厉害是那种弹 都不会考 你说 运动学 你知道吗 来同学 你看 今年学测 他说 图二下半部所示 向左代表印电流 所以印电流就是感应电流 I2的流向 上半部是读卡机 向右箭头呢 是I1电流的流向 I1大于零 线圈的产生磁场 如虚线所示 当晶片卡的线圈 接近读卡机线圈的时候 电流I1产生的磁场 会造成印电流I2的变动 那驱动晶片发出讯息 两线圈禁止的时候 I1等于零 I2等于零 如果要让晶片卡 产生I2流向的印电流 那读卡机 I1的电流怎么样 来同学 上面这里呢 电流这样绕 它是不是画了 这是原线圈嘛 我们刚讲过 考试只有三种 直导线 原线圈 螺线管 三种 对不对 跟我刚刚讲一样 那你怎么样会产生 这个方向的电流 我想很简单嘛 你电流要降流 是不是去抵抗它 两种嘛 第一种就是什么 往下变多 干不算抵抗它 第二种就是 往上变少 我要去补充它 对不对 所以第一种状况就是 I1 变大 I1大于零 而且见真 各位 如果你现在 往下变多 我就要去抵抗它嘛 所以就是 I1大于零 见真 另外一种就是 倒过来 I1小于零 见减 两个答案 I1大于零 见真 I1小于零 见减 所以答案就选 B跟E 这是今年学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把基本的先搞懂 懂吗 我说你不要去盲目说 老师我是不是要去买一对唱好书 你先把基本的搞懂 他搞得很基本 冷次定律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去做一堆北模 题目 北模说题目都看不懂 他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先把最基本的 冷次定律 法拉第定律 对不对 这个二四特定律 先把它解决 是不是 来回到范例十三题 他说 长金属管管口 禁止释放一个N级向下 而且牵直放置的磁棒 好 金属管呢 任何节面都可视为一串封闭的金属线圈 如果磁棒正远离A 接近B 来 这里一样动手比比看 这是N 这是S 这是A线圈 这是B线圈 来 B线圈 磁力线是不是这样子 A线圈 磁力线是不是这样子 来 同学 很简单 是不是 你看都是这四个图的排列组 来 同学 N级往下掉 往下变多 买买松 抵抗它 电流这样子流 电流这样流 抵抗它 你S级往下掉 对A来讲 往下会变少 往下变少怎么办 这个电流 补充它 电流这样流 来 同学 我刚忘记跟你讲这个 这个国中 笔法最好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国中老师没有一个东西 他没有跟你讲清楚 这个笔法必须要你跟磁铁站同一个方向看 你看第一个图 由上往下 这是逆时针 由下往上看 它会变顺时针 你这个国中的笔法必须要跟磁铁站同一个方向看 这个方向才会对 所以我建议你用高中的笔法 你用NN护刺 SS护刺 这种笔法 你要跟磁铁站同一个方向看 来同学 A线圈 磁棒在金属管中下落比管外来的慢 对不对 对 对 因为它会有 进来 排斥它 离开 吸引它 拉拉扯扯 缠绵匪彻的过程 时间一定比较久 B 磁棒在金属管中下落指受重力 不对 会有磁力 这个磁铁电流所造成的就是磁力 不对 来 C选项 由上往下看 A线圈上的感应电流 是顺时针方向 对不对 A往下看顺时针 对 B选项 D选项 由上往下看 B是顺时针 不对 逆时针 E选项 磁棒跟A是次力 B是引力 不对 离开A A对它吸引力 你要靠近B B对它排斥力 好 OK吗 一定是抵抗外加变化 抵抗外加变化 好 来 同学翻过来 来吧 我们今天的最后三个问题 最后三个问题 准备回家 所以今天呢 你回去呢 我说这个打铁趁热 我们今天先解决两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三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电学基本常识 对不对 什么是短路 什么是断路 电压电流电阻电功率 对不对 再来就是电升池 池升电 来 14题 它说 这个图五中 14题 第一题图五中 长池导线跟导线缓固定 在同一个平面上 长池导线带有往右的电流I 有关于导线缓中出现了硬电流的叙述 哪些正确 应选三项 来 同学 再来 你看我刚讲过 考试只会考 指导线 圆线圈 螺线管 所以基础物理 我觉得很好准备 它是有线的排列组合 你懂吗 物理题目虽然多 但是它是有线的排列组合 不要乱枪打鸟 来 电流降流 磁力线是不是 穿入 好 这位比吗 电流降流 是不是 穿入 那你告诉我 如果现在呢 这个电流呢 向右的电流 有关于导线上出现硬电流的叙述 合得正确 A选项 当大写的I是定值的时候 小I是0 对 为什么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来 同学 BC 如果大写的I随时间变大 那感应电流是逆时针顺针 来 如果穿入变多 我就要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 这个方向的磁力线抵抗它 那就是逆时针 逆时针 所以大写I变大的时候逆时针 BC选什么 选B 那我告诉你 DE就是选什么 选E就变顺时针 倒过来就是颠倒过来 倒过来就是颠倒过来 好 OK吗 这右手定则 没有考你数学计算 对不对 它有考你什么公式计算吗 没有 所以我说不要去外面买参考书 参考书都是一堆计算题 就是把你们高二那种断考题 拿出来放在参考书里面 那算多了没有用 那考试不会考 考试考你观念比方向而已 来底下102学测 你看这个跟刚刚 111考的题目是不是有点像 有两个圆线圈嘛 所以什么做考古题 考古题做手就好了 来同学 他说图3两个圆形导线 那图A呢 是安培计 上方电流呢 I1随T变化 如图4所示 那我告诉你 抓重点 那个图4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不是只有T1 T2有变化 那0秒到T1呢 没有变化 T2之后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所以我先告诉你 只有时间T1 T2呢 会产生感应电流 就凭这一点答案就是B 结束 同学0到T1没有变化 T1以后没有变化 感应电流对下去都是0 懂吗 只有T1 T2有变化 怎么变不管 反正只有这一段有变化 只有这一段会产生感应电流 答案就是B 结束 不是 你不觉得很快吗 我就物理一幕 来同学 这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 来刚讲过 这个题目呢 是一个巨大的题主题 而这个题目很难 这是今年学测的作业题 很难 那他前面讲了老半天 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呢 那你看底下 他说静态模式的时候 线圈电流 跟磁铁之间的中立 是FB 等于大FB 等于小FB 乘以I 来刚刚我们讲的 打铁趁热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高三的课程 大家还是有空没事还是尽量看 你知道我刚刚是不是写一个东西 F是不是叫ILB 我是不是写ILXB 他说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用一个函数 用一个常数去取代 所以他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做FBI 这样子 各位 写这个超速范围 写这样呢 这叫阅读测验 高三呢 有另外一个公式 就是感应电动式 Epsilon 叫做LVB 写这样呢 超速范围 所以教授就说 那这样好了啦 LV嘛 对不对 所以阅读车也有歌 他说 重力 大写FB 小写FBI 由于缺乏检测FB的设备 无法从静态模式 但可知 当线圈相对于 磁铁移动速度 是小V的时候 感应电动式呢 叫做V 等于FB 就这个式子 但是呢 你看我刚讲过 因为有时候 他为了简化 他不要用希腊字母 他重新有个东西 叫电压 考试莫名其妙 出现两个公式 而且这出现在高三下学期 那莫名其妙 出现两个公式 他现在说 这个示意图如图27 分析线圈的速度 以及对电压V的读数 数据如表2所示 来 各位 你看底下的表2 他说 借以推算FB值 来 你有没有看到表5 表5 这个线圈速度呢 这边 这边是不是电压 而且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这里还有一个陷阱 就是他有单位的问题 他那速度是不是 毫米除一秒 不是每秒几公尺 那他的电压呢 是不是毫浮 也不是浮特 对不对 那我你 怎么算这个FB 随便找一个数字带 你就会拿一个数字最简单 我觉得2.5 那个最简单 来 左边这个带 2.5乘以10的负3 等于FB 乘上速度 速度是0.1乘上10的负3 对不对 这样嘛 这个电压是2.5乘以10的负3 速度呢 是0.1mm mm就是10的负3之方公尺 来 同学 所以 这个 这个消掉 FB呢 会变成25 25 好 各位 刚刚我是不是讲到 左边这里是不是MG 右边这里是不是磁力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两个相等 两个相等 来 同学 所以我们把它带回去 这是MG 好 然后呢 FB算出来是不是25 来 电流多少呢 来 他现在的电流是40 10毫安培 40乘以10的负3 等于M乘以G用10算 所以物体的质量 就可以解出来了 各位我告诉你 这是今年学测的最后一题 某种程度来讲 某种程度来讲是最困难的一题 为什么 因为 他完全就是考高三的东西 他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两个公式 一个是磁力的公式 一个是电动式的公式 但是他就是告诉你数据 电动式是这样子 速度是这样子 求出FB 好 然后呢 这是一个天平 等币天平 你的重力跟磁力是不是相等 对不对 重力是不是叫MG 磁力是不是 他这边讲的FB乘上I 你从这个式子算出FB FB算出来是25 电流40安培 注意单位40乘以时的负3 M是我们要算的 G呢 就是用时代 这样M是不是解出来 当然你看我做是很简单 但是考试的当下 就很紧张 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现在考试 有个很贱的地方就在 前面你已经做很多题了 其实很累的 你知道吗 你叫我去解60题 我也解到很累 你知道吗 题目多到报 你知道我们以前大学 为积分考10题 你知道吗 10题而已 我研究所的时候物理考几题 考5题 你们要考60题 会累 教授好像把他当机器人一样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考试 临场反应一定要好 临场反应一定要好 那他其实有一点像是 没有给你 没有教过你 给你这条件 就是阅读测验 就是素养题 所以他凭空冒出两个公式 但是本质上 他在考你力学 是有点像阅读测验 对不对 只是条件符号非常多 那考试的当下 你能不能 这个做出来 而且这一题是 你们现在有一种东西叫 计算题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选择题 你也没办法猜 没办法猜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看到这边 回去呢 你可以先预习一下 我们下次会解决一下 发电机 再来呢 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光的 这个什么 波动基本概念 再来就是都普勒效应 我昨天有讲过 这个今年考试另外一题 都普勒效应也是考很难 也是考很难 那你先回去预习一下 那我说过 配合这个历届学测物理试题 你回去先挑着做 先把今天讲的电声磁 磁声电 这两个主题先解决 还没有讲到 你先跳过 没有关系 还没有讲到 你去做 当然是很辛苦 所以以我今天讲到的为准 前面如果是 一二三章 你就先做 没关系 因为那是基本运动学 力学嘛 对不对 尽量做 好 那我们就看到这里了 好 那就是进度班复习班 我们下礼拜再来看 好 下课